第181集 一冷静下来 两名女子为了保住性命和清白 做起事来就快 虽然韩雨昕的时候还有点颤抖 但是她就是死在海里 也绝对不愿意面对这些人 现在这些人还想从她这里得到消息 或者用她来要挟林云 还不敢对她怎么样 但是一旦这些人狗急跳墙 那么她就很难自保了 甚至到时候自杀都不可能 两人拎了大堆的食物和水 小心地出了房间 船上面偶尔传下来几声说话的声音 韩雨昕和刘若霜都不是那种经验丰富之辈 不过好在两人运气不错 没有多久就找到了出口 打开底舱 果然看见一艘小艇 这小艇上面居然有一个遮雨棚 两人连忙扶着船后的梯子上了小艇 将东西也搬了上来 光手慌脚地解开小艇上的链锁 小艇与极快的速度和打船分开 转眼之间 那艘轮船就消失在两人的视线当中 两人压抑住内心的兴奋 都是松了口气 虽然现在是晚上 又面对的是一望无际的大海 但是两人依然比面对这些外国鬼子要轻松了许多 我们换个方向快点滑走 柳若霜和韩玉系打了个招呼 两人拿起脚换了个方向就开始不停地滑着 两人都不敢说话 只是不停地滑船 只想滑得越远越好 天蒙蒙亮的时候 柳若霜已经累得动也动不了了 将奖丢在艇上 这下应该安全了吧 韩玉系也停止了滑船 她感觉虽然很累 但是却从没有柳若霜那么辛苦 这是怎么回事 不过韩玉系想到开始自己一脚 将那名外国男子踢飞的情景 心里隐约感觉到 这肯定和自己的修炼有关系 没有想到自己才修炼了才十来天 居然效果这么明显 玉系你的力气好大 你平时经常干练吗 还是你学过功夫啊 柳若霜感觉稍稍好了点 坐起来问道 我老公教我的 幸亏她 韩玉系说到这里 又想起了林云 现在她心里好想林云 不知道自己还能否见到她 要是没有大船经过 他们两人在小艇上 也是死路一条 你结婚了 柳若霜一脸惊讶地看着韩玉系 她不知道韩玉系这种女子 还有谁可以配得上她的 况且看她的眼神 对自己的老公很是思念 见韩玉系不说话 依然是沉浸在幸福温柔之中 不由地再次问道 你爱你老公吗 韩玉系听了柳若霜的话 愣了一下说道 爱 我只知道 没有她 我不想一个人活下去 说完 再不理睬柳若霜的话 继续思念着林云 柳若霜呆住了 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居然让仙女般的韩玉系 如此刻骨铭心啊 林云听说韩玉系被从水路带走 哪里还能忍得住 急急忙忙地将这个别墅烧了 立即飞往太平洋海域 这个时候 林云也顾不得零食和休息了 整日整夜不眠不休地 在太平洋海域寻找 大船小船已经用神石茶看过万数了 却没有找到韩玉系 也没有发现黑手兵刀的人 这已经是第五天了 林云神情很是憔悴 她已经发现自己脚下的 飞云锥法器有开裂痕迹了 估计一个是档次本来就不高 第二个是自己始终用零食 加星力催促造成的 还不知道能继续支持几天时间 林云搜索的范围越来越广 第七天的时候 她已经搜索到北太平洋了 但是发现自己可能因为塔西斯 误导了自己的方向了 这些人很可能不是从这个方向出发的 林云又转过身 往南太平洋 南冰洋和印度洋附近海面上开始搜索 第九天 林云发现自己的飞云锥的开裂已经越来越大 再这样下去就要被彻底的毁去了 林云心中焦急 对于飞云锥毁就毁了 但是现在自己还没有找到韩雨昕 如果这飞行法器毁去 自己就彻底的无法寻找了 对于找美国政府帮忙 她不是没有想过 但是还是硬生生的将这个念头压制住了 不说他们搜索的力度肯定比不上自己 就是要找他们 还要通过国家和国家打交道 这还是次要的 这中间磨嘴皮子还不知道要多少天 况且这样一来 不管别人同意与否 自己的目的立刻暴露 就是说 谁都知道黑手冰刀是自己杀的了 自己接下来还要杀虎牙 这样暴露自己不是一件好事 而且自己会飞的事情很可能会被暴露 这对自己更加的不利 如果这些人不知道自己的秘密 就是现在别人猜测到 黑手冰刀的负面和自己有关系 也奈何不了自己 想找一艘轮船休息的林云 还真的发现了一艘似曾相识的船 当初送自己在牛头弯码头上 按的落腮胡子 不过他们的这船 好像又与当初那条不一样 他们正和一艘轮船靠在一起 看样子又在搞什么勾当了 林云不会管这些海盗想干什么 这与他无关 只是当初这落腮胡子的船速度不错 不知道这条怎么样 这落腮胡子本是不错 居然可以在巡逻舰的追击下逃得性命 毫不犹豫的落到了这落腮胡子海盗船的船尾 三十多名男男女女被全部赶到了货轮的甲板上 落腮胡子和七八名海盗拿着枪对着他们 嘀嘀咕咕的不知道是在说什么 林云从海盗船的船尾走到了船头 两名留守海盗船的海盗 看见林云突然出现 脸上的表情要多怪异就有多怪异 林云懒得理这两个海盗 一脚一个就分别踢进了海里 听到这边的响声 七八名海盗和落腮胡子才看见 站在海盗船甲板上的林云 货轮上被劫持的人 也有人看见了这边的事情 见林云将两名海盗踢到的海里 也都是很吃惊 林云上了货轮 几名海盗举起枪就要朝林云开枪 落腮胡子连忙拦住 让这些人将枪放下 自己急忙跑到林云面前 弯腰行了个大礼 勇士您好 能够见到您 是我博明的荣幸 林云当初空手夺枪 果断凶残的杀戮 他记忆犹新 眼前的这个人杀人对他来说 就是和杀鸡一样 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 他们做海盗的杀人 还要看有没有杀的价值 是不是杀了可以得到更多的好处 眼前的这人 却完全凭借自己的高兴 稍稍惹得这人不高兴 这人就立刻杀人 况且当初林云踏板 在海面上飞行的情景 比他杀人更让人震撼 这人居然可以踩着一块板 在水面飞行 这简直就是个超人 现在他最怕遇见的就是此人 没想到自己调休了许多天 这今天刚一出来做买卖 就被这人遇见 这人怎么没事 天天在海上晃悠呢 他是怎么来的 林云没有理睬落财胡子 只是来到两名刚才 对他举枪的海盗面前 一脚一个将两人 提出数十米高远的地方 落进海里 周围的人看得暗暗心惊 这人居然一脚 可以将人踢出这么高和这么远 这是不是人啊 只有落腮胡子看得全身都是冷汗 俺妈自己晦气 一出门就遇见这个杀神 胡子你不错呀 不但逃了出来 居然还这么快就开张了 林云踢了人 这才回过身来看看这落腮胡子 脸上看不出来是什么表情 拖您的福气 我小心逃出来 今天还是第一次出来做买卖 落腮胡子脸上是一副讨好的表情 心里已经不知道诽谤过多少次林云了 当初自己被围着最后气了船才逃走 一直到几天后才辗转再从台湾坐飞机离开 可是眼下又遇见这个人 要知道自己现在都不敢往原来的方向去了 却还是倒霉的遇见了这个杀神 林云扫了一眼这货船上的三十几名乘客 还没有说话 这落腮胡子连忙说道 我刚上来还没有对他们怎么样 这些人很多都是偷渡的 这落腮胡子以为林云是专门想来救货船上这些人 赶紧说道 林云不知可否 不过马上就回过头 对着落腮胡子说道 立刻回到你自己的船上 以最快的速度在这附近寻找别的轮船 一旦我说要靠上去就立即靠上去 说完林云懒得再理这些人立刻跳上了落腮胡子的船 落腮胡子博明一看也连忙带着剩余的四名手下都回到了海盗船 居然不敢对这货轮上面的人再做什么 这货轮上的人这才反应过来 居然这么巧合的被救了 几乎都不敢相信 但是看着这个落腮胡子 好像很是害怕这个刚才跳上船的年轻人 都知道是这年轻人救了他们 哪里还敢继续留在这里 连忙组织开船 立刻离开 请问勇士 我们现在需要开往哪个方向 落腮胡子小心地搬了一张椅子 将椅子放到林云的旁边 再问道 忽然看见林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后面 落腮胡子连忙往后面看去 一名海盗正端着枪对准了林云 落腮胡子心里着急 心说不要惹这个杀神啊 不过心里同时期待着 这一枪可以将这个杀神给干掉 不要开枪啊 落腮胡子嘴里一边说着 一边心里催促着 妈的要开枪就快点啊 林云的速度 他是亲眼看到过的 枪响了 落腮胡子松了口气 只要枪响在这人动手之前 应该就行了 不过他还没有来得及擦擦 额头上的汗就呆住了 林云两只手指正夹着一枚子弹 将子弹拿到手里还看了看 然后才一仰手扔了出去 这名端着枪的海盗 毫无意外地倒在了甲板上面 没心一颗子弹的弹孔 林云慢慢地走了过去 一脚就将这名海盗踢进水里 落腮胡子周围 还有三名海盗都惊呆了 落腮胡子和其中一名海盗 知道这人厉害 但是没有想到他这么厉害 难道这人真的是一个超人 一时之间居然忘了继续说话 你叫伯明 林云走到椅子旁坐了下来 看看落腮胡子问道 落腮胡子这才反应过来 连忙压制住内心的震惊和恐惧 急忙恭敬地回答道 是的 我叫伯明 请勇士吩咐 我刚才说的事情 你听见了吗 林云扫了一眼 这伯明问道 是的 我已经知道了 我现在就去弄船 这落腮胡子说完 对着后面还愣着的三名海盗 一招手 四人全部都跑进了驾驶室 很快 这船就根据林云的要求 在这片海域 漫无目的的飞速行驶起来 林云一边用神识查看 周围经过船只的情况 一边拿出飞云锥 仔细地看着 同时运转星火 简单地修复了一下 飞云锥上面的裂痕不小 就是自己修复了一下 林云估计 他最多可以让自己 再坚持几天的时间 要是自己现在是二行就好了 不但飞行不要零食 也可以这么快的 还不会损坏飞云锥 或者就是损坏了飞云锥 自己也可以修复好 但是 自己一行的修为却不行 幸好自己将那个骨头人 敲碎的零食残渣都扫了过来 不然 自己已经去了快十颗零食了 就是用这些零食碎渣 林云也是非常舍不得的 但是现在是为了找雨昕 她就是用光了 也要用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 颇奖的都市艺能小说 顽固疯子 第182集 这博明倒也知趣 叫人送了饭菜过来 自己则是不停的像无头苍蝇一样 开着海盗船到处乱窜 她知道林云这样吩咐 肯定是有她的目的 很可能就是找人 不过 这些事情 她是不敢问的 万一这也不高兴了 给自己一脚 自己就完了 许多的客轮和货轮 都认出了博明的海盗船 急忙地偏离航道 想绕开胡子 也为胡子居然敢这么 明目张胆地过来 感到不可思议 不过 好在他们多想了 今天 这胡子的海盗船 好像一点点 劫持他们的意思都没有 仅仅是将船开得飞快而已 林云坐在甲板的椅子上 虽然很疲惫 但是一点睡意都没有 韩雨昕的消息 一点都没有 她不但是着急了 甚至开始害怕 害怕自己再见不到她了 不过 这胡子做事 她倒是很满意 这胡子 好像知道她的意图一样 将船开得飞快 而且分区域地搜索 果然是做没本钱买卖的人 善于察言观色 这海盗船只是开了几个小时 林云就发现了几千米外的一艘货轮 里面一百多人全都是黑手兵刀的成员 还有一名戴着金色手表的人 抢压住内心的激动 林云立刻踏上了飞云锥 快速地朝着这艘货轮上扑去 留下这落腮胡子 还在不停地开着海盗船 到处快速地转悠 直到几个小时后才发现林云已经走了 松了一口气的博明 赶忙将自己的船开回了老巢 整整两个月都没有赶再出来 心里还一直在想 林云是怎么到他船上来的 又是怎么走的 要不是死了几个兄弟 他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 十几名黑手兵刀的成员正站在船头上面 四处紧张的张望 林云转眼就到了这些人的面前 没等这些人反应过来 林云已经取出AK步枪一顿扫射 这里他不会害怕这些人逃走 也没有必要浪费心力去杀人 省点力气去寻找雨夕 他已经知道雨夕不在这艘船上 听到枪声 船里的拥兵成员纷纷拿着枪 往甲板这边围过来 林云懒得多话 看见一个杀一个 他已经发现了这里有两名黑手兵刀的成员 和一名指挥官 只要将这三人留下来问话就好 林云一边换着步枪扫射 一边往船舱里面走 只要遇见林云的 没有一人可以幸免 几分钟的时间 林云已经杀了数十名黑手兵刀成员 林云用神石扫了一下 还有三十多名成员 全部集中在一个比较大的房间里面 估计都是被林云火力给逼过去的 这些人都端着枪 紧张的看着门口 林云直接走到门前 一脚踹开门 子弹射出来的时候 他已经站在了房间里面 步枪已经被他收了起来 林云显着步枪杀人太慢 不够血腥 无数的子弹射击在门外 可是却什么影子都没有打到 正当这些人敬意不定的时候 就看见一片白茫茫的刀影 弥漫在房间当中 三十多名拥兵成员被割得零零碎碎 一种此人口鼻的血腥气味 瞬间就弥漫了整个房间 三名还在站立的黑手冰刀成员 只觉得浑身发抖 两腿发软 什么时候见过如此血腥的场面 整个房间都被斩断的切碎的肉块 以及断肠和满地的血迹 让人有一种正站在地狱的感觉 林云覆手而立 站在两人头上面 冷冷的看着这已经浑身发抖的三人 死记忆般的沉默 许久 这名戴着金色手表的人 忍住自己发软的双腿 强压住自己要坐在血地上的恐惧 咄咄嗦嗦地看着林云问道 你 你是谁 魔鬼 这人话音未落 林云已经一刀将这人的胳膊给砍了下来 旁边的两名戴着黑色手表的拥兵成员 终于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惧 一下都坐在了血腥的地上 不停地呕吐 单独面对枪林弹雨 也许他们不怕 但是眼前的这个比屠宰场还要血腥无数倍的场面 实在是让他们无法忍受得住 你们的船是不是带过来一名叫韩雨昕的女孩 现在她在哪里 三十秒之内不说出来 你也和地上的这些碎块一样 林云冷冷地看着这名戴着金色手表的人 你 你 你就是那个林云 是你一个人杀了整个黑鼠冰岛 不是一个组织 这戴着金色手表的人好像恍然大物似的 用剩余的那只胳膊指着林云 语气就像面对一个怪异事物说话一般 林云抬手就是一刀 将这名指挥官的一只脚给砍了 废话太多 这指挥官立刻忍不住晕倒在这血腥的地面上 林云看了看 这两名还倒在地上呕吐的黑兵成员 再次冷冷地说道 你们谁知道 快说 我耐心有限 我 我知道 那两名女孩 是被我们弄到船上来了 准备转移的 但是吴田谦 我们的一名队员被这两人杀了 这两人从低藏抢了救生艇逃走了 我们没有去追 只是想尽快离开这里 其中一名黑兵成员战战兢兢地说道 他们逃走的位置在哪边 林云听到了韩语熙的消息 强压住心里的激动 是 是我们从洛杉矩港开出来的第三天走的 但是我们是第四天早上才发现 具体的位置却不是很清楚 这人说完 林云已经没有兴趣再听下去了 抬手几刀就将这几人全部杀了 林云走出了这个房间 刚想一把火把这船也烧了 但是他忽然发现了一股灵气的波动 急忙寻了过去 在一间很是豪华的房间里面找到了发出灵气波动的木盒 打开 居然发现了三块灵石 林云心里一写 急忙将这几块灵石 据为己有 心里已经在想自己杀人杀的太快了 不然这些灵石从哪里来的可以问问那个戴金色手表的家伙 现在却问不到了 没想到这里居然灵石还不少 看样子自己晋级到更高不是梦想 甚至有一天自己也许真的可以撕裂星空回到天红 现在最为重要的就是尽快的找到雨溪 然后带着它抓紧修炼 如果有一天自己真的可以找到足够的灵石 让自己达到九星 说不定这也不是梦想 想要撕裂星空只有靠自己修炼 依靠科技的发展 就是一个笑话 也许等到自己寿命到了 这里的科技最多还是围绕着地球附近的几个星球打转 想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做梦 虽然不知道天红大陆是否是银河系的一个星球 但是林云肯定不会很近 甚至已经出了银河系 而且现在林云肯定这里有修真者 连灵石法器都出现了 但是这无字的预检自己已经弄到两块了 却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还有一个就是这里既然有修真者 为什么自己到现在一个都没有预见 林云摇摇头放下这些想法 踏上飞云锥腾空而起 回首就将这货轮给烧了 他知道黑手冰刀算是彻底成为历史了 虽然有百多个漏网之鱼 相信他们再也不敢打出这四个字 只要被自己遇见立刻杀了 现在他要尽快找到雨昕 听着海盗说是两名女孩 不知道还有一人是谁 无论怎么样 现在雨昕在一个小艇上 漂泊在海面上都是危险无比的 韩雨昕和柳洛霜 飘在海里已经是第七天了 虽然两人省着吃 但是提上来的食物和水依然是不多了 况且一个星期下来 两人都是身心疲惫 神情憔悴 韩雨昕修炼过 又被林云改善过体质 还稍稍的好点 刘若霜就更加的不堪了 两人都知道 只要再有三四天狱不见船只 两人都只有死路一条了 况且就是现在 如果遇见天气恶劣一点 两人依然是难逃一死 可是韩雨昕现在却渴望见到林云一面 自己和林云才在一起几天 就又分开了 这次是否可以再见到她 还真的很难说 两人都放弃了继续划船的想法 让这小艇自己漂流 飘到哪里就是哪里 你老公是做什么的 柳若霜和韩雨昕都挤在一个小遮阳棚里面 没有力气再去继续划小船 经过几天的相处 又是绝境当中相互扶持 韩雨昕对柳若霜的态度也改善了不少 现在听到柳若霜的问题 韩雨昕忽然想到了自己和林云在一起的那些点点滴滴 好久才对着远远的地方回答道 柳若霜忽然感觉韩雨昕不是说给她听的 但是却依然被韩雨昕的话给愣住了 这么说她的老公是一个不做事靠老婆养活的宅男 这样的人韩雨昕还这么念念不忘 现在想起来才发现那段时间是我最幸福的时间 我不要什么CFO 我不要什么活很久 我只要现在就一直和你在一起就好了 韩雨昕的话变得喃喃起来 雨昕你没事吧 柳若霜似乎觉得韩雨昕有点奇怪 连忙摇摇她问道 哦 我没事 只是想她了 韩雨昕说完不再说话 只是抱着双膝 蒸蒸地盯着外面的无边无际的海面 其实无论怎么样 你总算有一个相爱的人 我估计我这辈子永远也不可能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 也喜欢自己的人了 就这样孤独一身吧 也许就这样葬身大海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只是有一件心是未了 一直是很难以安心 说不定死了以后会因为贪婪被打进地狱 柳若霜看着韩雨昕思念自己丈夫的神情 忽然觉得很是羡慕 韩雨昕有点奇怪的看着柳若霜 这种以金钱为首的女人会因为贪婪内疚吗 看了看韩雨昕奇怪的眼神 柳若霜有点失神地笑了笑 继续说道 我就是柳氏药业的总经理 因为养生完 我的柳氏药业也成名 成了世界的著名企业之一 所有的人都羡慕我的企业 甚至家里的亲人也来抢夺柳氏药业 只是我却因为柳氏药业越发展 我越不心安 因为这养生完原本就不是我研发的产品 但是我却拿着别人的产品去注册了专利 甚至别人同样的产品出来后 我却没有醒悟将养生完还给别人 居然还将别人告上了法庭 最后还厚着脸皮 要求别人让我生产两年 可是现在就是两年到了 我却还是无法将养生完还给别人 我甚至连眼睛都回不去了 也许这是报应吧 韩玉琪看了看柳若霜很是后悔的脸色 感觉这女人也不是坏得太狠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柳若霜见韩玉琪听说她是柳式药业的总经理 居然一点点惊讶都没有 心里已经觉得这很是奇怪了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小梦 颇奖的都市艺能小说 顽固疯子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我哥哥哥叔叔却一分钱都不拿出来 最后钱不够的时候 我和爷爷去贷款 后来越贷越多 如果我不能生产这个养性丸 甚至爷爷都要坐牢的 我不在意 但是我不想爷爷这么大的年纪去坐牢 还坏了名声 只好护着脸皮 问别人要了两年的生产权 本来一年多的时候 我的贷款已经还清 我就想将这个养生丸 还给别人了 但是没有想到 养生丸一夜成名 在后来一个月的产量和利润 居然超过前面一年的两倍 还不止 这个时候 我就很是着急了 更是想早将那东西换给那人的 但是这个时候 发生了点事情 那真正研发出这个产品的公司 却出了点事 他们的公司居然被偷了 据说 他们公司有一种极为重要的新产品被偷走 甚至还死了两名保安 我想等他们将这事处理了 再去和他们老总说 但是后来事情 却不由我控制了 我的哥哥叔叔 都勇往了柳氏药业 我被彻底的挤了出来 我几次想拿出自己的张力 还给别人 都被控制了 我的张力资料 已经不由我自己做主了 后来 我硬要去美国参加了一个会议 为了不去反省 我去参加了这个会议 参加完会议后 我没有立即回国 只是让自己静下心来 仔细考虑了这件事情的因果 这是总的来说 还是我自己太过贪婪造成 如果当初我再仔细的调查调查 就肯定不会将这个产品申请专利了 决定回国 就是通过法律手段 也要将这养生丸要回来 还给别人 虽然现在人家公司很有钱 但是谁知道 别人最初研究这产品 是不是也和我一样 花了许多的资金呢 以几度人 我觉得自己更应该早点将这个养生丸 物归原主 只是 正当我准备回国的时候 被人绑架了 一定要求我将养生丸的资料交给他们 或者帮助他们再写一份出来 韩雨昕早就知道 这柳洛霜被绑架 肯定和养生丸有关系 没有想到 她还有这么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你不用担心 也许别人根本不在乎这个养生丸 韩雨昕开始同情柳洛霜 竟然来安慰她 不在乎 雨昕 你不知道这种药的价值和利润 它可以让任何一家医药企业疯狂 现在我无法回到眼睛 别人一定以为我准备赖账了 唉 我真的对不起这家公司啊 柳洛霜说完 叹了口气 沉默了 韩雨昕正准备说些什么 忽然天色变暗 船底平河的哗啦声音变得越来越响 不好 气疯了 看样子马上就要下雨了 我们这个小艇可经不知几下浪打呀 说不定十几下就会翻掉 小艇已经开始摇摇晃晃 柳洛霜抓住小艇上面的扶手 脸上苍白 随着颠簸越来越大的小艇 摇摇晃晃准备好了躲不过就死亡的 但是真正死亡面临的时候却觉得如此的无助 韩雨昕一样抓住了小艇 扶住把手不敢再乱动 风越来越大 小艇被浪花打得越来越高 两人再也不敢说话 面对如此狂暴的天气 忽然觉得如此的无力 面临着死亡 韩雨昕脑子里面一片空白 只有凌云的一个个背影 他忽然看到了凌云无数的背影 那些背影似乎模糊 但是又越来越清晰 那天他小心翼翼避开自己低头脊步上楼的背影 自己送他回环湖山庄 他却等自己走后反身背着单包匆匆融入大街上人群的背影 自己在前轨外面看见他一个人孤独的走在街边的背影 他在医院帮自己治疗后走出病房的那合着血水汗水疲倦落寞的背影 二十多天前自己目送他离开的爱人的背影 韩雨昕吃了 他忘了被浪花打得摇摇晃晃随时会翻掉的小艇 他看见了凌云朝他走来 他说了这次出去时间很短的 就会回来和自己一起的 是他回来了吗 凌云肯定是不会骗他的 他知道 玉璽现在怎么办 柳若霜果然觉得这样下去两人都要被浪花带走 这小艇迟早都要翻掉 韩雨昕没有回答 只是继续的看着外面无尽的大海 密集的雨点终于打了下来 落在了小艇的甲板上发出啪啪之声 小艇虽然没有翻掉 但是里面因为浪花和雨水 积水越来越多 柳若霜看着这里面的水 心说这样下去就是不被浪花打翻 也要被这积水给压沉了呀 见韩雨昕没有反应继续叫道 雨昕 这下怎么办啊 韩雨昕被柳若霜叫得回过神来 她对柳若霜将她的回想打乱 很是不愉快 如果被浪花打翻了 自己带着和林云在一起的幻想死去 比这样忍受思念林云要好啊 不过看看柳若霜紧张的样子 叹了口气 她也不想死啊 她只是和林云在一起待了几天而已 这 这哪里够 先将这里的水咬出去吧 韩雨昕说到这里 找来一个矿泉水瓶子 斜斜地剪掉一半 开始咬船舱里面的水 柳若霜健壮 也和韩雨昕一样 开始咬小艇里面的水 雨越下越大 转眼就好像要倒了下来一样 风倒是小了起来 小艇依然在大浪中摇摇晃晃 依然似乎随时要翻掉的样子 船舱里的水却是越咬积的越多 韩雨昕忽然开始加快咬水的速度 她实在是不甘心这么死了 她还想见到林云 还想躺在她怀里撒娇 就这样被浪花卷走 林云连自己一面都见不到 实在是不甘心 柳若霜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了 但是见到韩雨昕如此旺盛的求生意志 也开始拼命的往外摇水 一个巨大的浪花打来 将这小艇几乎打出一丈多高 落下来的时候 差点将两人甩入大海 小艇虽然没有被打翻 但是落下来的时候 里面的积水却变得更多了 柳若霜脸上惨白的抓紧扶手 看着越咬越多的积水 半天后才失神的对韩雨昕说道 雨昕我看就这样算了吧 雨昕最后被浪花带走 还不如临死前不要做这些无用功了 韩雨昕却好像没有听到柳若霜的话 依然不停地咬着水 只是一只手更紧地抓住了小艇的扶手 雨昕 柳若霜以为韩雨昕没有听到自己的话 再次地叫道 若霜 你参加过人才市场吗 韩雨昕忽然问了一件毫不相干的事情 柳若霜愣了一下 心说韩雨昕怎么了 问的问题和现在没有任何关联 不过还是回答道 我没有自己参加过 但是我陪我同学去过 如果你参加人才市场 连续被五六十家单位拒绝了 而且每一个拒绝的单位都说同样意思的话 请你到下一家去看看 我们公司不适合你 你会怎么样 韩雨昕问道 我当然不可能连续应聘五六十家的 只要有五六家以同样的理由拒绝我了 我就会觉得不想再继续下去了 况且连续五六十家拒绝 还说同样意思的话 不过这怎么可能呢 就是毕业成绩再差 也不至于会这样吧 柳若霜被韩雨昕奇怪的想法转移了对海浪的害怕 立刻回答道 是啊 要是我 就是再需要这份工作 我也最多被十几家拒绝 不会再应聘了 如果说 这些用工单位都是说的同一句话 也许 我跑五六家都觉得太多了 但是他却跑了肯定不止五六十家 那天 我看见他的时候 他已经应聘了多少家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 我看见了他 就应聘了几十家 被人以同样的理由拒绝了 有的企业甚至半分钟不到 就拒绝了他 但是他还在不停的应聘 韩雨昕说到这里却说不下去了 柳若霜愣住了 难道真的有这种人 他的毕业成绩会这么差 连忙问道 雨昕 居然有这种人吗 好强的意志 哦 你是说我们也不应该放弃吗 雨昕 你怎么哭了 韩雨昕擦擦眼睛说道 没什么 我也不能放弃 我要和他一样 韩雨昕说完 忽然再次用力的往外咬着水 柳若霜看了看韩雨昕 也和他一样再次拿起东西 开始不停的往外咬水 虽然浪花打进来的水和两人咬出去的 基本上平衡 船舱里的水一点都没少 但是两人依然不停的咬着 雨昕 这个人你认识吗 他的专业知识是不是不很好 不过就是专业知识不好 也不会连续被五六十家企业拒绝吧 他也差不多的理由 柳若霜一边咬水一边问道 他现在不想去注意眼前的风暴 他想努力通过这些话题 转移自己的恐惧感 是的 他不是专业知识不好 我相信 他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本事的人 韩雨昕好像又想到了 那天连云不停的找工作的事情 啊 那他怎么找不到工作 后来他找到了吗 柳若霜对韩雨昕说这个人是世界上最有本事的人 当然不会相信 只是有点好奇 这个人最后是否找到工作了 最后 有一家单位的人事经理 主动找到他 然后邀请他去他们公司 韩雨昕说到这里就想起了 那个被自己骂作勾魂眼的张玄 那还好 不然我还有点为这个人难过了 总算是最后找到了 柳若霜不知道为什么松了一口气 他听说这个人连续找了几十家单位都没有找到工作 心里也很是同情了 不过最后的结局还算是完美 那个人事经理给了一个电话给他 但是我却在他走后 听到这人事经理和他的助手说 给的是一个空号 韩雨昕又想起了 邻云拿着那张无用的电话号码 小心翼翼的样子 这人怎么这么坏 还有没有良心啊 没有工作就说没有好了 为什么要骗人 这个人事经理应该不是什么好东西 柳若霜停下摇水的动作 开始生气了起来 这个人事经理实在是太气人了 整一个经理很了不起吗 两人说着 居然忘了还在狂风暴雨之中的事情来 一时忘掉了小艇随时会被浪花打翻的事实 哦对了 月曦你认识这人吗 怎么好像你可是熟悉的样子 柳若霜有点奇怪的问道 嗯 他就是我的老公 这个世界上 他是最爱我的人了 可是他要是知道我出事了 肯定很焦急 这怎么办啊 韩雨昕的声音开始有点像只小天鹅一般的骄傲 但是说到后面却变成了担心 啊 柳若霜一下吃惊的说不出话来 他没有想到韩雨昕的老公居然是一个连找工作都这么困难的人 有心想安慰 有心想安慰几句 但是看见韩雨昕一点点失落的表情都没有 只是担心他老公着急 也不知道如何去安慰了 此时 海浪忽然小了起来 甚至连雨点都渐渐的小了 天气变好了 柳若霜顾不得再去细想韩雨昕的话 呆呆的看着咆哮声渐渐变小的海面 忽然有了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这种风暴天气绝对不是最大的 但是两人却依然有了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两个人又努力将亭里的水全部咬出去后 再也没有了力气都倒在小亭里面睡着了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子 我讲的都市艺能小说 顽固风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3W点西瓜听书点控 第184集 原来两人睡觉的时候还是一个人看守着 这一下两人居然一起睡着了 韩雨昕醒来的时候 发现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 虽然没有下雨 但是天色阴沉 似乎随时都含有暴雨下来的翼子 心里暗暗一沉 此时柳洛霜也同时醒来 看了看天气 两人居然没有说话的心情 只是随便吃了袋干泡面 就对着渐渐变黑的天气 就对着渐渐变黑的天气失神了起来 但是这天气好像要故意折磨他们似的一直阴沉了两天 直到两人以为这雨也不一定下来的时候 却再次的轰然而响 巨狼夹着比上次还要大很多的浪花击打在亭上面 很快这亭里面就积了许多的水 两人放下了摇水的想法 只是看着这积水不停加多的小亭 直到就是再摇水也没有办法了 哄的一声又响起 浪花再次将小船带出几米高 落下来的时候 两人只是脸色苍白 直到现在害怕已经是多余的 雨昕 你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事情 柳洛霜看着脸色有点白 但是却呆呆看着海面的韩雨昕问道 韩雨昕还没有回答 柳洛霜却自己嫌悠悠的说道 其实我现在最想做的就是 我看见陆地了 是一个小岛 韩雨昕忽然看见了前面 居然有一个朦朦胧胧的小岛 立刻说出声来 在哪里 我怎么看不见 柳洛霜忘了自己继续要说的话 沿着韩雨昕指的方向看去 但是前面很是模糊 在本来就很是暗淡的天气里面 看见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 雨昕 你说这个影子就是小岛 柳洛霜不明白 韩雨昕怎么这么肯定 这就是一个小岛 肯定是的 我已经看见岛上还有一些植物 我们将快点划船 也许很快就可以上岛了 韩雨昕说完 招呼了柳洛霜一下 拿起奖就用力的滑了起来 柳洛霜见状 同时拿起奖和韩雨昕一样 用力的滑了起来 一边滑韩一边问道 雨昕 你的眼睛怎么这么好 我知道现在才看出一个轮廓来 韩雨昕一争 心说 是啊 我怎么可以看见这么远的地方 难道这也和修炼有关系 不过现在雨是越下越大 两人知道要是不尽快的滑到这个小岛 还是没有生路 但是现在小亭上的水越积越多 小亭已经越滑越慢 不过离开这个小岛已经是很近了 韩雨昕和柳洛霜都不想说话 只是不停的用力滑着 升级就在眼前 两人都不想放弃 滑不动了 雨昕 柳洛霜忽然发现自己无论如何 都不能让小亭前进一步的时候 有点惊慌的说道 应该是搁浅了 说明这里应该不深 我们赶紧跳下去 可以走到小岛上面了 韩雨昕说完 站起来跳进海里 柳洛霜反应过来 急忙也跳到海里 跟着韩雨昕后面 往小岛上跑去 果然是水越来越浅 两人竭尽全力 总算是爬到了岛上 脚踏上实地的不习惯 两人又同时摔倒 还没有来得及说话 后面就再次的发出了轰隆的声音 急急忙忙的回头看去 刚才的那个小艇 已经被打翻 快速地向深海里面抹去 雨昕 要是我们晚一步 估计我们也被这浪花 带到海底去了 真是好险啊 柳洛霜似乎还没有 从惊慌中反应过来 这不是浪花打的 是别的东西 韩雨昕已经看到海里巨大的浪花 啊 柳洛霜有点不相信地看着沉船的位置 还没有来得及说什么 又是一声轰的巨响 刚才沉下去的小艇 似乎被什么东西给顶了起来 居然再次的落到十几米远的更深处 紧接着一股巨浪朝着小艇 再次的扑了过去 掀起数米高的浪花 这是什么东西 这要是我们前几天遇见 还不早就死了 柳洛霜拍拍胸口 西装啊 要是死在海里也就算了 但是被这种不明的东西吃掉的话 那就冤枉死了 我们快走吧 韩雨昕说完 顾顾的虚弱和疲惫不堪的身体 朝小岛里那儿走去 柳洛霜紧紧的跟着韩雨昕 她觉得 嗨 太可怕了 就是待在海边 她也觉得很是危险 洛霜 这里有人来过 你看好多的小树都被砍了 应该是人为的 不过 看着被砍的痕迹 好像时间还不长 韩雨昕看着许多被砍的新鲜痕迹 不由的说道 这里该不会有野人吧 这也太可怕了 要是有野人怎么办 很明显的 柳洛霜也发现了这些被人为砍断的树木 开始惊慌的说道 不知道 但是这里好像很小 应该不会有野人吧 如果被野人抓住了 还不如再回到海里 只是我们的小艇没有了 韩雨昕虽然在回答柳洛霜的话 但是心里也是有点坠坠不安 会不会是鲁边熏漂流的那个小岛啊 柳洛霜一想到野人 心里就是发怵 应该不会 路边熏漂流的岛不在这里吧 这个岛很小 韩雨昕明明知道这和柳洛霜说的丝毫没有关系 但是心里总是有点担心 忽然 韩雨昕停住了 雨昕 怎么了 柳洛霜见韩雨昕已经停住 还以为她怎么了 连忙问道 林云这几天是越找越心急 这已经是第十三天了 她的飞云锥终于是彻底的不能飞行了 只好将飞云锥收了起来 拿出一块木板 踏在上面 继续在海面上搜索 虽然比船只要快多了 但是比起飞云锥来 速度简直就是蜗牛 这几天天气又变了 狂风夹着暴雨海面上巨浪翻腾 林云一直想着韩雨昕坐的是那么大的小艇 会不会随时翻掉 虽然着急 但也是只好沿着这片海面不断的搜索 雨昕 怎么了 有若霜见韩雨昕站着不动 似乎露出了很是奇怪的神情 不由的问道 韩雨昕却没有回答她的话 摸了摸胸口的项链 只是突然加快了步伐 往旁边的一个巨大的岩石山走过去 有若霜见状 只好跟在后面 韩雨昕一直来到一个岩石山的一个山洞门口 丝毫没有犹豫的走了进去 里面不大 只有三米剑方 韩雨昕却闭上眼睛摸着这石壁和地上的干草 神情很是奇怪 她清楚的感觉到了林云的气息和自己戴着的项链一样 刚才就是这里林云的气息引起了自己胸口项链的微微发热 林云来过这里吗 忽然她愣住了 手摸着依稀可以看见的一些字 眼前渐渐的模糊 我被困在这里没什么 只是还有一个多月就是和我妻子见面的时候了 这不知道在什么方位 已经是几个月没有传过来了 我可以及时见到她们 我好想她 我的结婚戒指还没有帮她戴上 那是我亲手刻上去的刻骨思念 下面没有刻字 韩雨昕沿着淡淡的光线 又看见了最下面的一行字 雨昕 你一定要等我呀 一定要等我回来 林云于八月交心刻下 韩雨昕摸着这一个个刻在那壁上的字 紧紧的靠在上面 什么话都没有说 只是静静的将脸贴在上面 柳若霜也进来了 看见韩雨昕只是靠在石壁上面 眼里有点泪光 但是抚摸着石壁 却是一脸的温柔 不由的再次问道 雨昕 你没事吧 这里是谁挖的 应该是有人来住过 哎 是不是那个野人呀 咦 这里还有一个矿灯 柳若霜急忙拿起矿灯 看了看说道 没电了 我老公在这里住过几个月 这个洞是他挖出来的 韩雨昕将手放了下来 接过柳若霜手里的矿灯 再次小心翼翼的用衣巾擦着 什么 你老公在这里住过 他怎么会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 柳若霜不知道是被韩雨昕的话震住了 还是被他这个奇怪的老公给震住了 我来看看这上面的字 柳若霜走到韩雨昕的后面 虽然光线有点暗 但是依然面前可以看得清楚 雨昕 真的是你老公 你老公自立行间 对你好宝贝的 你真是幸福 你们见到了吗 哎 你老公也叫林云 柳若霜看见了留言最后的签名 嗯 我老公 就是原文集团的董事长 就是开放养心丸的人 我想你应该知道他 韩雨昕拿着林云用过的矿灯 手里抚摸着林云刻的字 心里恨不得将这些字全部拿下来 小心的收起来 啊 这 这 雨昕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我 柳若霜忽然觉得很是尴尬 自己拿了人家老公的专利 却遇见了人家的老婆 这怎么一个尴尬了的 现在说这些 有什么用呢 我们都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就是回去了 我也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我会告诉我家林云的 也许 只要你们柳石药业将这个产品还给他 他是不会计较的 他说了 钱对他来说 什么都不是 他如果想要钱 什么行业都可以挣到大把的钱 我想他当初开远门集团肯定不是为了钱 如果放到现在 也许他根本就不会开这个公司 韩雨昕说到林云忽然很是骄傲 柳若霜沉默不语 对于韩雨昕的骄傲 他很是羡慕 他知道他有这个资格骄傲 有一个爱他疼他的老公 还这么有本事 只是他老公林云不是林家的一个顽固少爷吗 据说脑子还有问题的 怎么传说和现实差距这么大呢 原先韩雨昕说他老公出去找工作 又是怎么一回事 想到这里不由的问道 雨昕 你原先不是说 你老公又出去找工作 却没有找到的吗 现在 韩雨昕听了柳若霜的话 心里一痛 眼神很是自责的说道 那时我不懂真心 我不知道最为珍贵的东西 就在我的身边 我只是记着以前的他 却忘了发现身边的他 我对不起他 可是他没有嫌弃我 依然想着要回来找我 韩雨昕再次的摸着一定要等我几个字 无限的伤感 我一定等你 就是明知道等不到你 我都要等你 柳若霜看了看韩雨昕的神强 微微一探 但是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却很是电挂林云是否找到韩雨昕了 雨昕 你老公找到你了吗 你手上戴的戒指 就是你老公送的吗 嗯 接到了 可是我真的不懂事 他却一个字都没有责怪我 韩雨昕似乎回想起了当初的事情 神强很是自责 雨昕 你老公在你的戒指上面刻的什么字啊 哦 我只是好奇 如果不方便说 就不要说啊 柳若霜忽然觉得 自己怎么这么好奇 他看见了林云留在石壁上的文字 忽然觉得这是一个很重感情的男人 心里实在是有点好奇 这个人会在送给自己妻子的戒指上面刻下什么字的 韩雨昕愣住了 他也想起了这句话的意思 这是真的在戒指上面刻了字的 还是一种寓意呢 这个结婚戒指 自己好像看了无数次了 但是没有看见上面有什么字啊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 我想的都市艺能小说 玩苦风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3W点西瓜听书点控 第185集 想到这里 韩雨昕再次的来到石洞的门口 将手里的戒指取下来 对着外面的亮光 仔细的看着 看着看着 手一抖 差点将戒指落在了地上 不知道是不是最近自己的势力变好了许多 韩雨昕真的在上面看见了八个小字 非常非常的小 甚至她需要非常的集中眼里的注意力才能够看得清楚 生死相依 永不相弃 无声的哀意将韩雨昕完全的包裹起来 她忽然很想立刻就扑在林云的怀里 轻轻的对她说 我也一样 柳若霜很想问问韩雨昕上面刻的是什么字 但是却不好主动问起 正想着的时候 忽然一阵奇怪的声音传来 咕咕 似乎像青蛙叫的声音 但是仔细一听肯定又不是青蛙 好像还很多 很密集 又是一阵喳喳的声音传来 似乎很多的东西都往这边过来了 韩雨昕和柳若霜急忙跑到洞口一一看 都吓得差点呆住了 无数的螃蟹从小岛上面经过 这些螃蟹居然连儿臂般粗细的小树都是一甲两断 一些不知道名字的小动物不知道从哪里跑了出来 但是面对这种凶狠的螃蟹一样是被一甲而断 这些螃蟹成群结队 似乎只是想从这里面经过而已 密密麻麻 每一只趴起来都有半丈左右 看起来很是凶猛 这是什么螃蟹 竟然这么厉害 你看这些螃蟹 虽然离我们只有一百多米 我想迟早要爬到这边来的 这可怎么办 柳若霜看着如此多又如此大的凶悍螃蟹 心里很是着慌 万一这些螃蟹爬了过来 很明显的 只要一下就可以将人的一条腿给夹掉 韩雨昕急忙收起自己的戒指 也盯着这些螃蟹发愣 好久才说 我好像在哪里见到过这种螃蟹 应该叫红王蟹吧 在一次海洋世界里看到过的 这种螃蟹很是凶猛 不过 红王蟹的颜色 好像和这种螃蟹不一样 大小倒是差不多 他们过来了 柳若霜还在想什么是红王蟹的时候 果然见几十只大大的螃蟹爬了过来 速度居然还很快 柳若霜随手拿起旁边的一根木棍 很是紧张的盯着这些螃蟹 这些螃蟹感觉到这边有人似的 先是畏畏缩缩的试探了一下 很快就快速的爬了过来 韩雨昕也是很紧张的看着这些螃蟹 没有想到这些螃蟹居然如此的不怕人 也拿起一根木棍朝这些螃蟹打了过去 咯吱 木棍还没有遇见这些螃蟹 就立即被这种螃蟹咬断 动作居然很是敏捷 同时这些螃蟹更是凶悍的爬了过来 柳若霜急的几乎都要哭出来了 拿起木棍就顶那只已经爬到面前的巨大螃蟹 但是同样被这只敏捷的大螃蟹咬断 差点将柳若霜给带了出去 两人心里骇然 没有想到没有死在海里 居然被这蟹巢给吃了 这应该不是红王蟹 颜色不一样 虽然外观很香也很凶猛 但是红王蟹应该没有这么敏捷 这几十只蟹明显是针对我们二人来的 别的螃蟹都是经过就走了 我想要是我们杀了其中一只螃蟹 别的螃蟹肯定是应用而上了 韩雨昕已经看出了这种螃蟹和电视上看的凶悍的红王蟹 有点点的区别 这怎么办啊 许多天来不停的生生死死 身心同时受折磨 这下又要被如此丑陋的螃蟹吃了 柳若霜再也忍不住落下了恐惧的泪水 忽然一阵长长的笑声传来 笑声中带着焦急和悲伤从遥远的海面传来 惊久不息 韩雨昕争住了 忽然发疯似的冲了出去 似乎丝毫没有注意那已经围住洞口的螃蟹 雨昕你不要命了 柳若霜想拉住韩雨昕 但是韩雨昕转眼就冲出了好远 动物的敏感很是奇特 这些螃蟹似乎就可以感受到笑声当中的威压一般 都变得微微缩缩起来 甚至只是立在原地 不敢继续进攻柳若霜 林云 我在这里 韩雨昕一边往海边跑 一边死声的叫道 居然没有顾及到四面八方都是密密麻麻的巨大螃蟹 好在她跑的这边螃蟹还没有密集起来 但是已经很多了 林云这些天已经是焦急万分了 每天都在海面上长笑 以此来缓解自己内心的焦虑 虽然每天都不停的使用神识 每天都是将神识使用的精疲力尽 这样她的神识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现在神识受损伤已经是非常的厉害 甚至在使用的时候会隐隐发疼 急需要寻找地方休息 可是现在韩雨昕还没有找到 她无法休息 这已经是出来找的两个多星期了 还没有找到韩雨昕 林云知道 韩雨昕生还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小声当中带着阵阵的悲伤 忽然她似乎隐约听见了韩雨昕的叫声 林云顿住了 停在了海面 是她的错觉吗 还是太过于思念雨昕了 虽然神识现在扫出去已经有点疼痛了 但是林云依然将神识扫了出去 一阵似乎要炸开她胸膛的精细喷涌而出 紧接着就是一股无比心惊的害怕跟着涌了过来 她看见了韩雨昕朝海边跑来 同时也看见了无数的蟹巢 林云哪里还敢犹豫 将自己全部修为的威压都指向这些大螃蟹 同时飞速的朝韩雨昕划去 她不知道这些海里的畜生是否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威压 只要是可以感受到就不会伤害韩雨昕 果然部分螃蟹感受到了敌意 忽然纷纷掉头往海里涌去 跟着林云离开岸边越近 这些螃蟹感受到的威压越厉害 转眼之间 这些螃蟹就像潮水一般消失在小岛上 只有数百只螃蟹还在继续往海里快速的爬去 雨昕 林云居然真的看见了韩雨昕朝自己跑了过来 这不是做梦 雨昕还活着 没有什么能够比现在她见到韩雨昕安然无恙 还让她更加高兴的了 她甚至要跪在地上感谢苍天 感谢上天没有将雨昕带走 林云 老公 浑身上下都湿透的韩雨昕 看见憔悴的林云飞速的来到眼前 再也忍不住突了上去 紧紧的抱着林云 泪如雨下 林云涌着怀里的韩雨昕心里的欢喜无法言表 但是神使和心力使用过度 她忽然觉得无比的疲惫 再也坚持不下去 晕倒在了妻子的怀里 林云 老公 你怎么了 林云晕倒在韩雨昕的怀里 吓得韩雨昕魂飞魄散 林云现在心里枯萎 神识受损 本来这些天寻找韩雨昕就是心身疲惫 又在海里面踏板搜寻了数十个白天 黑夜不眠不休 再加上 刚见到韩雨昕的兴奋和放松 又使用了最后的心力和神识 将这些螃蟹撒走 人再强也坚持不住了 柳若霜也听见了这长长的悲笑声 但是韩雨昕居然听见了这笑声 就立即跑了出去 转眼间这些围着她的螃蟹 都好像如林大地一般 潮水般的撤退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柳若霜来不及想什么 急急忙忙的跑出去找韩雨昕 不走远的地方 就看见了韩雨昕抱着一个男人 艰难的往回走 急忙上前去帮忙 雨昕 怎么了 这人是谁呀 他怎么过来的 柳若霜急忙问道 若霜 她是我老公 她担心我来找我了 你帮我扶一下 我来背就好了 韩雨昕知道 林云是太累了 很是心疼 啊 雨昕 我来帮你两个人抬到洞里去吧 柳若霜虽然奇怪 林云是怎么来的 但是也知道现在不是问这个的时候 想帮助韩雨昕将林云抬回去 不用了 我背她回去 说着韩雨昕蹲下身子 柳若霜急急忙忙将林云扶在了韩雨昕的背上 疲惫的韩雨昕 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 居然一步步 真的将林云背到了石洞中 柳若霜看着林云和韩雨昕这夫妻两人 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酸的 自己有一天也可以找到一个如此爱自己自己也爱着的丈夫吗 可以吗 一时居然忘了问韩雨昕她老公是怎么来的了 韩雨昕将林云小心的放在地上厚厚的干草上面 就坐在林云的面前 痴痴的看着她 柳若霜也只好陪着坐在这里 石洞的地方本来就小 三个人都在这里面显得很是拥挤 但是梁女本来很是害怕的心理 居然因为林云的加入变得不是那么怕的 稍稍放松 柳若霜很快就感觉到了饥饿 同时发现了自己毫无力气 玉昕 我可能感冒了 柳若霜靠在了石壁上面 觉得头有点疼 韩雨昕急忙上前去摸了摸 果然是很烫 急忙说道 你发热了 先躺一会儿吧 说着 将林云往自己这边挪了挪 她现在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帮助柳若霜 柳若霜点点头 她实在是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靠在林云的旁边躺了下来 可能是因为自己旁边男人的妻子就在这里 可能是几次距离死亡都很接近 柳若霜躺在这里没有想到别的 只是想着自己永远也见不到的爸爸妈妈 韩雨昕看见柳若霜躺在林云的旁边 忽然有点小小的妒忌 想了一会儿抱住林云 贴在她的旁边也躺了下去 不大一会儿也睡着了 林云睡梦中好像怀里抱着自己的雨昔 怎么还有一只手搭在软黏黏的上面 雨昔在自己的怀里 这是谁 不由的用手捏了捏 感觉很软 不对 她强迫自己睁开了眼睛 咦 这旁边居然还躺了一个女人 看看雨昔果然在自己的怀里心里大喜用力一搂 将韩雨昔紧紧紧的搂在了怀里 再也不想她离开自己 韩雨昔被林云一搂 也就醒了 更加紧的搂住了林云 浑望了旁边还有一个柳若霜 柳若霜浑身无力 手都抬不起来 可是这韩雨昔的老公 真是个无赖 居然将手放到自己的胸部 早就想将她的手拿走 但是自己却一点力气都没有 叫了几声雨昔 她居然听不到 不要说她听不到 就是自己也没有感觉发出来多大的声音 更让她羞怒的是 林云居然还用手反复捏了捏自己的那个 眼泪都被挤出来了 但是丝毫没有办法 这韩雨昔的老公怎么这么色的 好在林云总算是醒了过来 才将自己的手拿走 又去折腾她老婆 这人刚才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果然有点大少爷的腐朽味道 林云知道自己刚才迷迷糊糊当中捏错了地方 但是抱着韩雨昔的激动 让她魂没有将这当回事 心神全部都放到了韩雨昔的身上了 雨昔 林云依然有点不大相信 自己已经找到妻子了 嗯 韩雨昔抱住林云却不想说话 这里不是我以前挖的那个洞吗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等会儿 你身上的衣服全部是潮湿的 我拿衣服给你换 还有 这女人是谁 林云急忙爬了起来 这才想起自己刚才捏的这个女人来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 我想的都市艺能小说 玩苦风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3W6点西瓜听书点控 第186集 柳若霜 有修有诺 这人怎么这样 刚才还在自己的胸部捏来捏去 现在居然好像又说才看见自己 简直是说谎不打淘稿的人 韩雨昔是不是 被这个人给欺骗了 哦 她是柳若霜 和我一样 是被这些坏人抓起来了 要不是我们是两个人 说不定都被海浪带走了 她现在生病了 你看有没有办法帮她治疗一下 韩雨昔看着躺在地上的柳若霜 有点担心的说道 这是小事情 我来看看 林云说着就转过身 柳若霜不知道在心里叫了多少次 我不要你这个色狼看 但是话到嘴边只是滴滴的呻吟 看样子若霜变得不轻啊 老公你帮她看看 韩雨昔突然觉得 自己越来越喜欢叫林云老公了 林云抓住柳若霜的手腕 心里运转之下 知道没什么大问题 只是惊吓当中又含气入体 虽然在医院里 这也算是一个不能拖的病了 但是这种病对她来说实在是简单 林云只是将自己的心里度过去 将她体内的寒气尽数给逼了出来 前后不到十分钟就搞定了 这就好了吗 韩雨昔有点奇怪的看着林云 这才几分钟时间而已啊 嗯好了 等会儿你们换件干的衣服 我先出去一会儿 林云说着站起来出去了 韩雨昔心说 哎 我哪里弄衣服去换啊 正想对林云说什么的时候 看见柳洛霜坐了起来 急忙问道 洛霜 你已经好了吗 嗯 谢谢你了 柳洛霜心里惊异无比 刚才林云抓住她的手 她就认为林云又想占她便宜了 甚至想伸手打她一下 不过 转眼就发现 从林云手里传来一股炙热的气流 转眼流遍全身 自己身体里的不舒服和寒冷 转眼好像就被这股热流给融过 挂了 抬抬手 哎 居然可以动了 心里惊讶林云的本事 但是刚才捏自己的胸的动作 实在是不能忍受 伸手就想打她一下 但是手动了一下 硬生生的忍了下来 不管她是不是故意捏自己的 虽然十有八九是故意捏了自己 但是自己总是欠她的 不说刚才她又救了自己 就是她的养心丸 自己都生产两年了 也许现在面对的不是自己对她的责问 而是她对自己的责问了 想到这里 叹了口气 默默无语了 雨夕 这个箱子你拿下 林云忽然从洞口递过来一个箱子 啊 这 韩雨夕愣住了 这个箱子是自己放在坟江和美娜住在一起的那个房子的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的 韩雨夕想问林云的时候 林云已经走了 急忙打开箱子 里面居然全是自己留在坟江的衣服 现在正好可以用上 雨夕 你哪里来的一箱子衣服 柳若霜看见韩雨夕打开箱子 里面居然是满满一箱子衣服 心里也惊讶无比 她明明没有看见林云拿来这个箱子的 急忙问道 这应该是林云带过来的吧 我也不知道 等会儿问问她好了 韩雨夕模模糊糊的说道 她自从林云告诉她修针以后 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只要是林云做的 她都不会去怀疑 就比如自己看见林云从海里过来 但是明明没有看见船只之类的 我们等会儿再说吧 先换一套干净的衣服 不然再感冒就不好了 韩雨夕说着 拿出一套衣服递给柳若霜 自己找了一套 好在两人的身材都是差不多 不过两人拿着衣服 却不知道现在就换 还是先一个人换 韩雨夕正准备说自己先出去 等柳若霜换完了再进来换的 柳若霜已经将衣服脱了下来 柳若霜对这个倒是没有什么避讳的 反正在学校里面洗澡的时候 也是很多女同学在一起 和韩雨夕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都已经熟悉了 天气这么凉 两人当然是越早换越好 看着韩雨夕紧紧的盯着自己 柳若霜急忙转过身说道 你看我干嘛 你赶紧换衣服啊 心里却说 这这这韩雨夕怎么有点像她老公啊 居然盯着自己眼睛都不眨一下 韩雨夕这才明白自己好像有点失礼了 盐忙说道 哦没事 你先换 柳若霜一边换衣服 一边说道 你不换没有关系啊 等会儿我是不会出去的 我建议你还是趁我没有完全换好 赶紧换吧 那意思已经非常的明显了 既然我换衣服 你待在一边盯着 等会儿你换衣服的时候 我当然要看着 韩雨夕本来打算等柳若霜换好了衣服出去了 自己再换的 听到柳若霜的话 哪里还不知道她的意思 急急忙忙的脱下衣服开始换 速度居然比柳若霜还快 雨夕姐 你又漂亮 皮肤又好 胸还大 你老公真是走了狗屎运 柳若霜已经换好了衣服 不由的对韩雨夕开始评论 她对林云摸了她的胸 一直是耿耿于怀 觉得林云根本就配不上韩雨夕 洛霜 我见你还是很文雅安静的一个女孩子 怎么这么色的 韩雨夕匆匆的将衣服换好 转过身说道 柳若霜心说 我还色 你老公才是真的色 不过张张嘴却没有说什么 其实我可以嫁给我老公 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 你的那个话不对 我去把衣服洗洗 韩雨夕说着 关上箱子 拿起衣服就往外走 她原先就看见了不远处有一个小湖 洞的外面到处都是钻树和蟹印 好在只有半边倒的灌木全部被毁了 还有一半边还在 到现在为止 韩雨夕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些红王线会自动消失的无影无踪 我也去 柳若霜急忙抱起自己的衣服和韩雨夕一起出去 诶 雨夕 你老公呢 柳若霜出来的时候居然没有发现凌云在外面 韩雨夕淡淡的一笑 她知道 林云肯定是弄吃的去了 既然自己在这里 她绝对不会走远的 见韩雨夕没有说话 柳若霜也不好说什么 两人洗完衣服回来的时候 却发现 林云雨竟在海边的不远处架起了一个铁架子 上面烤着几条大鱼 阵阵的香气扑鼻而来 两人十几天来都是吃的干泡面和肉干之类 这熟食 两人好久都没有吃过了 见状赶紧将衣服晾了 跑了过去 林云将五六条鱼放在边上 都已经洗干净 见到两人来了 将两条烤好的鱼递过去 你们吃吧 韩雨夕和柳若霜急忙拿了过来 想也不想就咬了一口 满嘴生香 这什么鱼啊 怎么这么好吃 柳若霜才发现 这鱼不但味道鲜美 而且吃起来几乎都没有什么刺 不是因为什么鱼 是因为我烤的比较好吃 这条鱼呢 你吃过来就当补偿我的无心之师 本来我就不是有意要抓那里的 算我道个歉 相不相信就有你了 林云因为和韩雨夕见面了 心情不错 又恢复了早先的一点随心的感觉 这在哪里呢 韩雨夕心说 林云第一次和柳若霜见面 怎么说抓他了 心里奇怪的问道 没什么 我已经问了 柳若霜眼一红 心里暗恨林云 希望他以后永远都不要提起这件事情 更不希望他现在就将这个丢人的事情说出来 就是我睡着的时候抓了一下他的这里 林云丝丝毫不想瞒住韩雨夕 直接在自己的胸部指了指 韩雨夕差点将自己嘴里的食物吐了出来 白了一眼林云 忽然扶到林云的耳朵边 轻轻的说道 就此一次 下不为例了 你要抓我有啊 说完又是扑痴一笑 我知道了 你不说我也知道 林云脸上的颜色动都没动 心里有点火热 嘿嘿一笑 柳若霜看着这对夫妻 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这个韩雨夕老公吃别人的豆腐 她居然还笑得出来 还有 这个林云吃了别人的豆腐 还在自己老婆面前光明正大地说了出来 这 这真是让人无语 韩雨夕当然相信 林云不是有意的 如果林云是这种人的话 自己不知道被她吃了多少次豆腐了 林云弄过来的鱼不小 每条都有两斤多 韩雨夕和柳若霜虽然很饿 一条鱼吃完也是撑得不行 其余的几条都被林云吃了 雨夕 现在我们怎么回去 柳若霜吃完鱼问道 眼睛却看着林云 林云知道她的意思 一点都没有考虑的说道 我们还有两个月才可以到家 我们需要在这个岛上生活两个月 那要是两个月没有传来呢 柳若霜对林云的这个话 很是不赞同 立刻反驳道 没有传我就带你们飞回去 当然你要是等不及的话 我可以帮你做个木筏 也许到不了两个月 你就飘回去了 林云说话毫不客气 你 柳若霜气节说了个女字 却无法继续说下去 若霜 你不要生气 我老公就是这种口是心非的人 其实他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林云 我还没帮你介绍 他叫柳若霜 是柳氏药业的总经理 韩雨夕连忙打了个圆场 生产养生丸的柳氏药业 林云眉头皱了皱 对不起 我回去会将养生丸的粘利要回来 长给你们公司的 柳若霜心里实在是无比的羞愧 自己面对的是真正研发出养生丸的人 可是自己却将这个产品拿去注册了 好吧 看在你和雨夕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的份上 只要你将养生丸的生产权还回来 我就不追究了 林云当然不会为了这点小事来继续追究柳若霜 虽然别人认为不是小事 但是这在林云眼里看来实在是鸡毛蒜皮的事情 况且这养生丸是自己不小心泄露出去的 有柳若霜这句话就可以了 如果对方不认账 林云想尽一切办法 也要将这个东西要回来 东西是我的 我虽然犯错误在前 这值钱的利润就给你们 但是这东西我可以自己处理 要是无理的霸占过去 确实不行 听林云说 只是要回来后面的生产权就可以了 柳若霜长长的松了口气 他就怕林云要他赔偿多少 虽然自己可以不赔 但是这无赖的事情 柳若霜还做不出来 但是自己却没有钱赔 最好的办法是 林云不要再继续追究下去 虽然自己这样想已经够皮厚了一点 但是自己却无可奈何 韩雨昕没有问 她认为林云说两个月可以回去 就可以回去 你打个电话回去吧 林云拿出电话递给了柳若霜 柳若霜接过电话愣住了 忽然有点伤心 惦记着自己的人 估计就是自己的爷爷了 于是 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打过电话回去了 告诉他们 我已经找到你了 还有一件事情 回去再给你一个惊喜 林云见韩雨昕想说什么 急忙先说了 接下来的日子 林云在巨石山上 又挖出了两个巨大的山洞 好在这块巨石够大 一个洞里放满了锅碗瓢盆 做厨房用 但是只能用木材烧火了 林云决定 下次回去 要记得带一罐子液化器 另一个房间 却挖得大大的 里面有五六米长宽 两米多高 将韩雨昕的床 放了进去 林云挖洞的时候 两人都站得远远的 等林云全部挖好了后 都过来 这才发现 一个里面居然是设备齐全的厨房 一个里面居然是连被子都有的床 这 有洛霜呆住了 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这韩雨昕的老公是魔术师吗 而且他用铁锥挖石洞 也太轻松了一点 韩雨昕知道林云本事很大 但是还是被这些东西弄得震撼了 虽然冒出来这么多的东西 可是林云刚来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的 但是他还是没有去问 他相信林云会告诉他的 这个大洞府 雨昕你和柳若霜两个人住 我住那个小的 厨房就交给你们 米和油盐 我都放在里面了 我现在需要用一个多月 到两个月的时间休息一下 等我休息好了 就带你们回去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 我讲的都市艺能小说 玩苦风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3w.西瓜听书.com 第187集 林云之所以将这些东西拿出来 是因为就是回去的时候 柳若霜也会发现自己是什么异能人士了 还不如早点让他知道一点 可是我 韩雨昕想和林云住在一起 但是看了一眼柳若霜 还是没有继续说下去 雨昕 你过来一下 林云趁柳若霜愣住的时候 将韩雨昕拉到一边 然后握住他的手 一股心力伸了进去 雨昕 你都练弃一层了 林云愣住了 居然修炼的速度这么快 我不知道啊 只是感觉 修炼你教我的东西 整个人轻松了不少 而且势力也好了不少 这是一层吗 韩雨昕听林云说 修炼是很难的事情 这自己才十几天就一层了吗 那块零食带了吗 林云问道 没有 我放在家里了 韩雨昕急忙说道 她还以为林云想要零食 但是自己没有带来 没关系 我这好多 你抓紧修炼 我这次弄到不少的零食 说着 又拿出一颗零食递给韩雨昕 我要修炼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没有重要的事情 你不要叫我 如果有重要的事情 你要立刻叫我 知道了吗 林云现在想立刻养好伤 看看是否可以冲击二星 如果修炼到二星了 自己就可以修复飞云锥了 或者没有飞云锥 自己也可以踏行飞行 那吃饭呢 韩雨昕一冷 秦说一个星期不吃饭了 没有关系 修炼本来就是靠灵气提供能量 况且我饿了可以吃点干粮 听了林云的话 韩雨昕虽然觉得还是不行 但是 她知道自己对这方面不是很懂 接下来 林云抓了几十条鱼 交给韩雨昕 自己就开始修炼 雨昕 我真的很奇怪 这些东西 你老公是怎么突然弄出来的 还有 他怎么来到这里的 刘若霜忽然觉得 林云很是神秘 有的东西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 我想我老公肯定会和我们说的 只是 有些很神奇的事情 你不要和别人说 韩雨昕知道 想瞒住柳若霜是不可能的了 还是叮嘱了她 嗯 我知道 柳若霜见韩雨昕说的郑重 连忙点头答应了 但是 心里已经知道 这林云肯定不是普通人 一个普通人 是不可能连续研发出三种逆天丹药的 晚上 韩雨昕和柳若霜 独自两人睡在石洞里面 居然有点害怕 远处 不时的传来各种各样的叫声 风吹得洞口的木门 耍耍直响 两人一直在海里飘着 时时刻刻受着翻船的威胁 心里只是紧张这船是否会翻掉的事情了 神仙疲惫之下居然一直忘了害怕 这一旦安定下来 坐在温暖的床上 居然听着外面的声音开始害怕了起来 雨昕 你说会不会有鬼 我真的不敢想象 我们那十几天是怎么熬过来的 柳若霜只想通过说话来减轻自己的害怕 我也不知道 其实我也很怕 要不是凌云现在正忙着 我真想现在就去和她待在一起 韩雨昕脱口将自己的心里话给说了出来 那我呢 柳若霜听了韩雨昕的话很是担心 要是韩雨昕过去和她老公一起了 自己一个人在这里还不是更加的害怕 林云虽然不想听他们的说话 但是他们的这个石壁 好像和自己的这个石壁只有很薄的一层 可能自己开启石洞的时候已经有了开炼 所以两人的说话听得清清楚楚 听到这里 叹了口气 站起身来朝韩雨昕和柳若霜的住处走过去 是谁 听到木门的响声 柳若霜只觉得毛骨悚然 韩雨昕也准备叫林云了 是我 你们胆子这么小 居然还在海里漂流了十几天 真是难为你了 林云说着 走了进来 韩雨昕看见林云走了进来 急忙上前去一把抱住林云 东东的心强总算是平静了一点 柳若霜虽然没有和韩雨昕一样 但是看到林云进来居然松了一口气 我没有觉得这里是他睡觉的地方 林云是不应该进来的 林云 我想 柳若霜话说到这里 不好再说下去 不要想了 你们先睡吧 明天我就将这个石门闭起来 然后打通这个房间和我房间的石壁 你快点睡吧 我晚上不走 林云心疼自己老婆在海里漂了十几天 想让她好好的休息一下 要不 你也上来睡吧 这床不小 我们三人挤挤 韩雨昕说着 放开林云往里面挤了挤 柳若霜见状居然没有提出反变的意见 相反的还朝里面挪了挪 那个意思很明显了 不在意林云在这里面睡一晚 不用了 我晚上就修炼一晚 林云说着 坐在旁边的一个小椅子上面 韩雨昕见状也不好再要林云上来 毕竟这上面若霜还在睡着的 还怕一切 这两个女人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昨天没有好好的睡一觉 这一觉 两人睡得很是香甜 林云修炼了几个小时 感觉心力恢复了不少 但是神情却是很困顿 她也是许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 最后趴在韩雨昕的床头 居然睡着了 早上韩雨昕醒来的时候 发现了床头趴着睡觉的林云 爱莲的轻轻的用手抚摸着她的黑发 此时 柳洛霜也醒来了 只好继续装着睡着的状态 林云也同时醒来 一看就知道柳洛霜在装睡 站起来说道 你们等会出去一下 我将这边和我的洞帘通起来 将这个洞门疯了 见林云出去 柳洛霜连忙爬了起来 看看韩雨昕开玩笑的说道 一大早就这么肉麻 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因为和柳洛霜在一起的时间长了 两人熟悉 韩雨昕也知道柳洛霜是开玩笑的 立刻毫不犹豫的说道 看得下去最好啊 要不这里晚上留给你一个人睡啊 我晚上就到我老公那里去 啊 别啊 听到韩雨昕说走的话 柳洛霜急忙起来反对 再不敢说什么有的没的了 心里不由的气苦 有老公的人就这样 林云见两女出去找吃的了 回到这个大的石洞 将东西全部收进了兴建 又将两边洞打通 再将这个大的石洞严密的封住 这样 这两个石洞就彻底的连通了起来 林云为了不让他们打搅自己的修炼 特意在自己的这个石洞边用木板隔住了 这样的话 他们进进出出就不会影响到自己 等林云将这里全部弄好的时候 韩雨昕和柳洛霜才堪堪将早饭做好 柳洛霜见到林云的速度 不由的炸舌 先说啊 这个韩雨昕的老公做事也太快了点 不过这个格局 柳洛霜和韩雨昕都很满意 主要是林云将自己和他们的房间隔开了 不不影响 还有一个就是林云又住在外面这一间 这样两人就不用继续怕鬼了 都做好了以后 林云拿了一个矿灯给两人 至于夜明珠 因为有矿灯了 林云不想再刺激两人的思想 接下来林云就是疗伤和修炼了 一个星期后 林云已经彻底的将自己的心力和神识修复完全 这才出来 见到林云出来 韩雨昕很是高兴急忙拉着她去吃东西 柳洛霜默默无语 经过这一个星期 她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她隐隐知道林云应该不是普通的人 甚至韩雨昕每天都坐在床上修炼 她曾经问过韩雨昕 韩雨昕只是说她老公要她这么做 但是做了以后身体的确会好很多 虽然柳洛霜也想问问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养生功夫 但是却不好主动去问 并且在她的意识里 这估计就是类似气功之类的养生功夫吧 虽然想知道 但是韩雨昕不说就不太在意了 林云每天只是修炼 偶尔出来吃饭 陪两人一起在海边玩玩 或者去海里面捉鱼 一个多月下来倒也是其乐融融 柳洛霜经过和林云住在一起这么长的时间 渐渐的相信了林云当初应该不是有意要捏自己的 虽然对这件事情有点耿耿于怀 但是却没有原先那么强烈了 而且她发现林云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 甚至可以踏着踏板在海里行走 这件事给了她极大的震撼 她心里在想 是不是韩雨昕修炼的 也是以后可以这样行走的功夫 心里很是羡慕 甚至有几次都想开口问 不过硬生生的忍住了 她是一个知气的人 她知道要是韩雨昕愿意说的话 她早就说了 不愿意说 问了还尴尬 只是不知道林云说一个多月后 带他们离开这里是用什么方法 来这里这么长的时间了 一艘船都没有看到 虽然林云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出来了 但是韩雨昕也不担心 因为这种事林云说过了 而且也不是第一次了 倒是第一次林云闭关了六天 将韩雨昕吓得不轻 虽然林云叮嘱过 她还是主动去看了几次 林云依然如故的修炼 她用的都是灵石残渣 这次她已经连续修炼了五天了 修为已经是一星后期的巅峰 今天就要冲击二星了 林云从十八里装弄过来的灵石残渣 加起来几乎都有一百多颗 虽然是变碎了 但是并不影响灵气 一星巅峰的修为 林云没有停止吸收灵气 继续吸收手里的灵石碎片 因为最近修炼灵气充沛 林云全身的经脉和翘穴 都激荡着由丹田灵气转换而来的星云真气 这些真气越积越多 很快就到了一个临界点 无法宣泄的时候 慢慢的冲击着林云全身的翘穴 不停的将林云身上的污垢和杂质给挤了出来 轰的一声 林云脑子一阵轰鸣 全身一阵 转眼就轻松了起来 立刻就察觉到 自己的精神感官和心力都提升了十倍都不止 整个世界都变得更清晰了 看着身上黏黏乎乎的杂质 林云知道自己已经是二行修为了 林云只觉得浑身心力澎湃 甚至隐隐有骨骼的咯咯作响 许久才停静下来 林云豁的站了起来 一时间觉得撕裂星空再不是梦想 忍不住一阵阵的长笑 笑声中带着豪情万丈只欲破空而去 只想现在就脚踏双星飞上天空 玉西你老公的笑声 正在海边寻找贝壳的 柳若霜和韩玉西都惊得站了起来 韩玉西毫不犹豫的往回跑去 柳若霜急急忙忙的跟了上来 远远的林云站在山洞门口 我去清理一下 林云看着两人笑了一下去清洗自己身上的灰尘了 玉西 我怎么觉得你老公好像又变帅了一点 是不是我的错觉啊 像一个仙人一样 真是好奇怪的感觉 柳若霜看着旁边的韩玉西说道 韩玉西还没有说话 她好像又想起了什么似的 又说道 玉西 其实你有的时候也给我这种感觉 只是没有你老公这么残念 这是怎么回事啊 韩玉西微微一笑 我去看看林云 说着就往林云那边跑去了 柳若霜呆呆的看着韩玉西往林云那边跑去的背影 硬生生的止住了自己的脚步 忽然心里有一种很是奇怪的味道 自己见过无数的恩爱夫妻 但是内心感觉没有这对夫妻一般 她能够感觉到 这两人似乎随时都可以为对方付出任何东西一样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 我想的都市艺能小说 玩虎风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www.西瓜听书.com 第188集 林云正在洗澡 看见韩玉西过来急忙擦擦身上的水 穿上一套干净的衣服站了起来 韩玉西跑到林云的面前 只是抱着她 将头埋在林云的怀里却不说话 还有几天我就可以带你回去了 林云摸着韩玉西的长发 柔声说道 嗯 其实她对是否可以回去一点都不在乎 只要和林云在一起就好了 梁九才抬起头问道 我看到一张照片 是一盒雨停的 好像在一个大森林里面 因为林云一直修炼 出来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 柳洛双也一直跟在身边 她就一直没有问 直到这个时候 才问了出来 林云才想起来亚马逊的事情 一点都没有隐瞒地告诉了韩玉西 最后问道 你这相片是从哪里看到的 林云帮自己的妹妹做的那些事情 韩玉西没有半分的不满 直到林云是因为自己的缘故 真是委屈她了 没有回答林云的话 只是突然勾住林云的脖子 吻住了她的嘴唇 柳洛双慢慢地走了过来 远远地看见小夫妻两人热烈地接吻 看得满脸通红 急急忙忙又跑到海滩去了 两久 两人才分开 韩玉西正想说什么 林云却说道 你接吻的技术越来越好了 韩玉西扭了林云一下 这才说这张照片是那些绑架自己的人给自己看的 并且他们还拿出了零食 好像还在找雨婷 林云听了韩玉西的话 皱了皱眉头 这些人通过手表拍到了自己和雨婷的相片不稀奇 但是这些人居然在找韩玉婷 这件事情和韩玉婷没有任何关系 既然这样 这些人为什么还要寻找韩玉婷 就在这个时候 远方忽然传来柳若霜的尖叫声 林云听了急忙抱着韩玉西飞速地跑了过去 林云看见柳若霜站在离海不远处 好像并没有出什么事情 心里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怎么了 林云放下韩玉婷问道 不过立刻就看见了躺在海边的一具尸体 一个死人 柳若霜见到林云和韩玉西 急忙跑到了林云的后面 和韩玉西一样拽住林云的衣服 这毫无边境的海里突然冒出来一具尸体 实在是太让人惊惧了 一个道士打扮的人 反扑在海滩上 半边紧在海水里面 他没死 林云看了看这个道士 忽然有一种诡异的感觉涌上心头 这个道士给他的感觉 居然和上次自己杀的那个吕老道一样的气息 啊 他还活着吗 韩玉西和柳若霜都很是惊讶 但是看见林云一点救人的意思都没有 也没有上前去 你们就在我后面 不要动 林云怕柳若霜冲动上前去救人 这道士给他的感觉 比那个吕老道还要危险一点 当然 以林云现在二星的修为 却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他只是在想 这个道士是怎么来的 难道他也会飞不成 林云 你怎么知道 柳若霜正想问 林云怎么知道这人是活的时候 这道士忽然动了一下 吓得立刻不再说话 而是抓住了林云的一只胳膊 只有这样才能减轻她的恐惧感 这无边无际的海里 没有船 什么都没有 突然出现一个道士 给人的感觉实在是太过诡异了 虽然上次林云突然出现 也很让人惊讶 但是林云已经是玉西的老公 而且还是活着的 让她的感觉还稍稍好点 林云拉着韩玉西和柳若霜 风往后催了一点 虽然她不会怕这个道士 但是两个女人却是一点点功夫都不会 况且这个道士给她的感觉不是很友好 果然 不久之后这道士就爬了起来 看了看不远处林云三人眼里的兴奋一闪而过 但是她却没有说话 只是站在那里抖了抖 身上的水好像只是这样一抖 就干了一大半一样 衣服也不再贴在身上 做完这些 这道士又取出一个骨色的木盒打开 她看了看满意的官商又收了起来 这才看着林云三人走了过来 你们是谁 怎么会在这里 这道士来到林云三人面前 很是阴冷的问道 我们的船三了 不小心漂流到这个小岛上来的 有恶双剑林云丝毫没有回答的意思 赶紧回答道 她内心深处了 觉得这个道士很是危险 甚至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 那眼光似乎要将自己的衣服看穿一般 心里害怕 说完这话后 再次往林云身上贴了贴 既然是两个处女 不错不错 这道士一边说着不错 一边看了看林云 接着说道 你阳气很旺盛啊 居然身边的女人都是处女 很好 就你这份人性 我决定给你个全尸 自己跳到海里去吧 两个女人留下来陪道也 林云心里怒火直冒 冷横一声 我们没有人 你为什么要杀人 有落霜贴在林云的背后 听这个道士说的邪恶 浑身打了一个冷战 立刻反驳道 杀人要理由吗 只要你这两个小妞让我爽了 我可以不杀你们 不过你们的男人我确实要杀了 谁叫这小子杀 空有一副皮囊 两个这么漂亮的妞在他身边 居然还是处女 管谁来着 便宜了道也 道也天生就是喜欢处女 这道士说完了狂笑 眼里的喜悦早已溢于眼表 没想到两个处女原因在他最需要的时候送了过来 还是品质这么高的 哦 你能告诉我你是哪里的道士吗 林云虽然恨不得立即就将这个道士给烧了 但是他却生生的忍住了 杀了这个道士 他实在是不甘心 他要将这个道士的老巢全部都化成灰 心里才会舒服一点点 怎么不服气 道也等会儿会让你服气呢 这道士说到这里 忽然后月仪仗多高 好像凌空滑翔一般 正在韩雨昕和柳洛霜想着这个道士 干嘛要跳海的时候 这道士已经手里抓着一条两尺多长的鱼 再次的飞身回到了三人眼前 这道士将鱼肚子破开一个洞 直接喝鱼肚子里面的血水 一直喝完之后 才意犹未尽的将鱼丢掉 少了点 不过勉强让我打个底 柳洛霜和韩雨昕已经有点震惊了 这道士刚才的动作几乎都像是飞一样 刚才他喝雨血的动作两人心里一阵的反胃 但是害怕的心里还是占了上风 硬生生的忍住了呕吐 韩雨昕待在凌云的后面 紧紧的抓住凌云还好一点 但是柳洛霜几乎都瑟瑟发抖了 这倒是给他的感觉太吓人了 我实话告诉你们 出你的血比这鱼血更补人 如果你们将道爷服饰好了 道爷完事后可以选择不将你们的血喝光 你们快点滚开自己跳海 要让道爷动手就不是跳海那么简单了 这倒是对这两女说完 对凌云喝道 可以啊 只是我的话你还没有回答呢 凌云依然平淡的说道 听完凌云的话 这倒是忽然往后退了三四步 心说这人怎么会这么平静的 这绝对不正常 但是他仔细的看了看凌云 却丝毫看不出来他有什么特别的 想到这里忽然凌空一掌打在海边 一个将近一丈长一尺多深的沙坑 被他这一下凌空打了出来 沙子四处飞扬 柳若霜和韩雨昕看得心里一紧 就听见凌云说道 你们先回石洞 这里交给我 我叫你们的时候 你们再出来 韩雨昕和柳若霜听了凌云的话 知道在这里帮不上忙 但是却不想回去 韩雨昕紧紧的抓住凌云的胳膊 他有点担心凌云 如果这个道士真的很厉害的话 他宁可和自己的老公死在一起 柳若霜见韩雨昕没有离开 也紧紧的抓住凌云没有动 虽然心里害怕 但是心想三人总比一人好点 凌云笑了笑 知道这道士开始怀疑自己了 是不可能主动将自己的老巢说出来的 对后面的两人说道 你们放开我的胳膊 雨昕 相信我 你将若霜带回去 这里不适合你们继续留下来 我等会儿肯定回去的 这个牛鼻子还不能把我怎么样 凌云不想让两人看见 自己残酷的杀人场面 毕竟他们的世界 离这些东西实在是太远了 韩雨昕听了凌云的话 放开了手 他很相信凌云 既然凌云都这么说了 就是说他肯定不怕这个道士 说不定自己和若霜留在这里还给凌云添乱 急忙拉着柳若霜往回走去 这倒是眼睛一转 听了凌云的话 奇怪的没有去拦住两女 凌云给了他一点点的危险 他虽然不怕 不过还是小心点 等将这个男的杀了 这两个女人也跑不掉 凌云见两女已经走远 神识扫到他们已经回了石洞 都是很紧张的坐在床上等着自己 决定不再浪费时间 这倒是明显的对自己已经有了提防 不可能再主动说出自己的出处了 还不如自己来问 对于这倒是 凌云实在是没有放在眼里 和自己相差太多了 这倒是见凌云忽然走到自己的面前 不再犹豫 两只手掌忽然交叉 抱了一个圈 快速的一转 对着凌云就退了过来 一股腥臭难闻的气味 让凌云记忆犹新 这和上次那个吕老道用的是同一个手法 不过啊 这个人比那个吕老道厉害多了 但是凌云也不是上次的凌云了 上次凌云差点就栽在那个吕老道身上 不要说现在凌云已经是二星修为 就是依然是一星期间 这道士也奈何不了他了 凌云动都没动 只是手扬了扬 这一团紫色星火打了出去 就好像有灵性的一般 将这道士打过来的星臭全部烧掉 一点点的痕迹都没有留下 这火烧完了这道士打过来的星臭后 并没有消失 只是有灵性的围绕着这道士转着 炙热的气息让这个道士的心魂俱焰 凌云要杀这个道士实在是太简单了 只要紫火上前去或者是一星刀 这道士绝对是立刻死翘翘 但是凌云还想问点东西 那火 你是炼骑士 这道士忽然瑟瑟发抖 睁大眼睛死也不敢相信的看着连云 什么是炼骑士 连云又打出去一团紫火围着这道士防止他自杀 你不知道炼骑士怎么可以打出内火 这道士忽然停住了话 从怀里取出一个木盒 这个是对炼骑士很重要的东西 我给你 你饶我一秒 凌云看了看这道士手里的木盒 手一伸 这道士手里的木盒就直接飞到凌云的手里 凌云冷冷一笑 你有资格和我谈调节 说完 那团紫火忽然扑向道士的一只胳膊 这道士的手掌要烧光的时候 钻心的疼痛 才让他反应过来发出一声尖叫 不要烧 你问什么 我就说什么 早点啊 何必呢 你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 还有你是哪个门派出来的 将你这个门派详细的说出来 只要有一点我不满意 我将继续烧 快点说 凌云说完 重重的冷哼一声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 我想的都市艺能小说 顽固丰富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3W点西瓜听书点控 第189集 这道士浑身一颤 连忙说道 不要烧 不要烧 我说 我叫曹贵 是音乐馆的弟子 我们讨关只有13个人 但是最近连续出事 已经失去了四人 其中两人被不明人士所杀 还有两人被国安局的义能组杀了 其中这国安局义能组里面就有两名炼器士 我们关注医护 这次让我带着你手里的东西去请人帮忙的 因为我要找的人在南极的洛斯福岛附近 几天前我的船在海里出了事 我在海里游了几天才来到这个小岛 林云听到这里 心说这个炼器士不知道会不会和修认者一样 冷冷的看了一眼 这个陶龟继续问道 这炼器士是什么人 会不会飞 这种人多不多 炼器士 修炼的据说是先秦传下来的一种长生的修炼功法 据说古代的时候是有人可以飞的 但是现在的炼器士没有听说可以飞的 这种人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很多 但是我却没有遇见过 我来这里完全是关注的吩咐 曹贵不敢有任何的隐瞒 林云沉吟了片刻 没有想到国安局还有一个异能组 这些人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异能 李克再次问道 异能组里面的人是什么异能 有多少人 这异能组里面的人有什么异能 我却不知道 我只是听关注说 这里面不超过十二个人 其中两人是炼器士 曹贵回答的很是谨慎 生怕一不小心被环绕在自己身边的火再烧一次 林云沉说 既然国家有异能组 那么美国肯定也有异能组了 这些异能组估计也只有对某个方面更加厉害点而已 应该不会飞的 所以对自己估计没有什么威胁 你们灌在什么位置 还有你们灌为什么只有十几个人 这个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林云知道 这曹贵说的被不明人士杀了两个音乐观的人 这很可能就是自己杀的 这个观的人看起来都有点邪恶和神秘 既然现在被自己抓到一个回去的时候 一定要灭了 不然这种害人的道观留在世上 说不定那天自己认识的人就遭殃了 我们音乐观在云南横端山外南端 因为这里有的时候有很多女性的旅游者过去 所以 说到这里 看了看林云阴沉的脸色继续说道 因为我们音乐观的功法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修炼的 一般一千个人里面 找不到一个能够修炼 所以找起弟子也很是麻烦 我们观主才会因为一次就烧了几个人 大发雷霆 决定拿出珍藏的上品白虾石 找一个练骑士朋友帮忙 曹鬼说完 战战兢兢的看着林云 心说啊 不知道林云会怎么处置他 林云打开这个墓盒 里面果然是一块灵石 但是这灵石的灵气 明显的比自己所有的灵石灵气 都要精纯 甚至几十倍都不止 好东西 林云急忙关上这个盒子 知道这颗灵石肯定对自己帮助很大 你师父这种石头多不多 林云压制住内心的兴奋 继续问道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只是这块白虾石 据我师父说 它是珍藏了许多年的 曹鬼说完 林云知道自己也问不出来什么了 手一挥 两盘子火立即将这个音乐观的道士给烧成了灰烬 这道士 连叫都没有来得及叫出来 海风一吹 消失的无影无踪 将手里的灵石把玩了半天 这才换了一个浴盒 收紧了戒指 心说这种上品的灵石对自己的好处实在是太大了 看样子 这个云南横断山脉 自己是肯定要去一趟了 只要自己找到几十块这种灵石 还怕什么修炼灵气不够啊 刚准备回去找韩雨昕 韩雨昕和柳若霜因为担心灵云又跑了过来 韩雨昕跑到灵云的面前 紧张的抱住灵云的胳膊 仔细地看着他 生怕他哪里少了一根头发 灵云 那个道士呢 柳若霜也跑了过来 居然没有看见这个凶狠的道士 连忙问道 我已经将他劝回去了 不要管他了 我们回去吧 说着 灵云拉着韩雨昕的手往山东走过去 柳若霜心里很是奇怪 不过他也猜测出来 灵云应该将这道士打败了 估计都已经丢到海里去了 这雨昕的老公真是厉害 居然连这么狠的道士都不是他的对手 他肯定不是一个平凡的人 灵云带两女回来后 自己亲自做了一顿饭 给两人压压惊 只吃得两人眉开眼笑 韩雨昕更是一边吃 一边含情默默地看着灵云 他想起了以前灵云做饭给他吃的那些日子 柳若霜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但是又舍不得离开 灵云做的饭菜实在是太好吃了 吃完饭 灵云说道 还有一个星期我们就可以回去了 有事你们立刻要叫我 说完 灵云继续回到石洞里面 开始修复飞云锥 灵云现在已经是二行修为 星火上升了一个档次不说 还可以使用许多法术了 不想一行的时候 只能放出星火 只有三天的时间 灵云就将飞云锥彻底的修复完全 虽然不一定比原来的品质好 但是灵云现在不需要零食去激发飞云锥了 应该不会再损坏了 修复完飞云锥 灵云检查了一下自己的东西 除了不知名的两块玉剪外 还有一把铁剑 四十一颗完整的灵石 半盒子灵石碎屑 还有一颗上等的灵石 一块羊皮地图 上面画的是亚马逊 那个他带雨停去的小岛 其余就是一些 以前在亚马逊丛林里面挖的草药 还有一些生活用品了 结成二星的时候 修神诀已经自动修炼到三层 神石现在已经在五十里以内的范围了 现在灵云手里 他自己不明白的东西就是两块玉剪 和从落财胡子那里弄来的一块石头 石头他已经研究过很多次了 但是没有搞清楚是什么 现在也不忙研究 只是将两块玉剪拿了出来 他很想知道 为什么玉剪总是和灵石出现在一起 玉剪拿在手上很是冰凉 林云用神石扫了过去 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但是好像里面有点模模糊糊 好像是一些字体 是自己的神石不够吗 林云将玉剪拿到贴近了额头的地方 果然神石扫进去的时候 里面的字清晰了不少 看来是自己的神石修为太低了 居然是繁体汉字 遇见前面的一个字是 单阵基础 林云又仔细的看了里面的内容 完全是一些基本的炼丹知识和阵法知识 还包括一些简单的进制 最后还附加了十几个单方和阵法 林云放下玉剪 心里暗想 这块玉剪是十八里庄拿到的 应该就是这个道士说的炼气室留下来的吧 这种玉剪应该不少 但是现在的炼气室不知道怎么很少了 但还是有的 不过据这个曹归所说 炼气室的修为都很低 这个自己却不能相信他 这曹归自己本身就没有见到过炼气室 既然国安厅有两个炼气室 自己是不是回去见见 问问这炼气室是怎么回事 不过 这件事情还是小心为妙 估计自己灭了黑手冰刀的事情 已经闹得全球皆知了 说不定 现在一些国家的异能组织 已经怀疑这是一个人做的了 还是低调点好 不过这个单阵基础 对自己倒是很有用的 以后一定要研究一下 林云放下玉剪 又拿起另外一块玉剪 神识扫了进去 却是非常的模糊 林云知道 自己的神识修为实在是太低了 估计这块玉剪是比自己厉害太多的人是留下来的 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先前炼气室 但是这玉剪是米斯米山上拿过来的 也不一定是炼气室 既然自可以刻进玉剪里面 林云拿出一个空白的玉 用神识试了试 果然很容易就刻了进去 但是立刻就消散了 就是这样 林云也心里大喜 原来神识修炼好了 还有这么大的用处 这块看不见里面内容的意见先放着 等自己到了三星后再来研究 林云走出山洞 看见韩雨昕和柳若霜 正无聊的在聊着什么 估计这个小岛里面已经转过了 现在也不敢常常到海边去 只好在这里无聊的待着 你出来了 韩雨昕见林云走了出来 神情很是惊喜 林云眼里闪过一丝歉意 知道自己只顾修炼了 没有时间来陪她 幸亏是她和柳若霜两人 你是说出来了带我们回去的 是吗 柳若霜见到林云出来 连忙问道 等会儿我去帮你弄点吃的 韩雨昕说完急忙去烧饭 是啊 等会儿就回去 我去洞里收拾一下 林云说完回到洞里 将韩雨昕的所有东西包括床全部都收了起来 这才出来 三人简单的吃了点东西 林云说道 我们现在走吧 这些锅碗瓢盆就留在这里吧 柳若霜和韩雨昕都有点惊讶的看着林云 半上韩雨昕才说道 可是我们怎么回去 我说过带你们飞回去的 当然说话算话 林云说着 拉着韩雨昕的手就往外走 柳若霜见状只好跟在后面 心里在想 这林云怎么带他们飞回去 三人来到海滩边 林云盯着柳若霜说道 若霜 我想你应该知道我不是普通人 我不希望你将和我在一起的经历的任何事情说出去 只有你自己知道就行了 你是否可以做到 柳若霜白了林云一眼 心说 你做的什么事情 杀了那个道士吗 就是你不说 我也不会将这件事情说出去 不过 你突然弄出来的那些床什么的 倒是真的有点奇怪 好了 我肯定不会说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 现在我想回去 你说了两个月了 但我们回去的 现在马上就两个月了 我们还在这个小岛上 难道你要飞回去不成 柳若霜心里实在是有点郁闷 整天待在这个小岛 现在连海滩都不能去 早就想回去了 雨昕和林云市夫妻 待在这里还好 自己算什么 好 你过来吧 林云说着 搂住了韩雨昕的细腰 对柳若霜说道 你想做什么 柳若霜见林云伸出一只手 那个意思就是想搂住自己 当然不想过去 还往后退了几步 这人居然当着雨昕的面就要做出这种调戏自己的事情 带你们飞回去啊 你不过来 我们飞走了 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了 哎 我一飞起来就不想再下来待你了 你想好吧 说不定 明天又来了个道士 嘿嘿 林云下完了柳若霜就做事要飞的样子 他知道雨昕和柳若霜没有经历过飞翔 不将他们的腰搂住忽然飞到高空 他们说不定会栽下去 看着林云很是认真的样子 柳若霜非常的犹豫 哎 这人居然说飞回去 是不是想趁机占自己的便宜 不过雨昕也在这里 她应该不会怎么样吧 这将近两个月就是第一天被她占了便宜 后来林云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自己应不应该相信她 不过柳若霜转眼就想到了 林云应该不是一般的人 难道她真的可以飞 算了 就是她不能飞 大不了只是被她搂一下而已 她老婆在这里 相信她不敢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韩雨昕也不相信林云可以带着他们飞回去 但是认为林云不是那种喜欢占女人便宜的人 所以她没有说话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 我讲的都市艺能小说 玩虎疯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3W点西瓜听书点控 柳若霜 被林云的腰被林云强势的搂住 一种男性的阳刚炙热传来 只说了一个女子 居然觉得身体有点发软 一种舒心的感觉涌上心头 甚至盼望着林云不要就此放手 林云当然不会放手 飞云追从脚下升起转眼变大 唰了一声 已经斜斜的飞上了天空 韩雨漆却争住了 两久都没有说出什么来 林云说以后可以飞 原来是真的 她真的可以带我飞 好久 柳若霜才反应了过来 脸上一红说道 你不是说带我们飞回去的吗 怎么不动 想占便宜就直接说放 话说到这里 柳若霜已经浑身发软了 只是希望林云主动放手 你看看脚下 林云似笑非笑的看了一眼柳若霜 才开始她飞得很慢 就是怕突然吓到两人 柳若霜下意识的往下看了一眼 一声长长的尖叫 要不是林云搂住她 她自己说不定 放手掉了下去 韩雨漆也反应了过来 颤抖着说道 林云 我们真的在天上飞 是啊 我说过 有一天要带你飞上星空的 现在我们只是在天上飞 去星空的日子总有的 虽然遥远 但还是有这个机会的 林云看着韩雨漆惊讶得如画般的脸 忍不住在她的脸上亲了一下 韩雨漆更是不能自已 根本没有管旁边的柳若霜更加贴紧林云 吻上了林云的嘴唇 柳若霜看着脚下的白云躲躲 她已经被彻底的震撼了 两腿有点发抖 完全靠林云抱住她 才可以勉强的站在飞云锥上面 心里已经是惊涛骇浪 林云居然真的可以飞 她总是给自己一种脱俗的感觉 难道她真的是仙人 不过一个仙人怎么还瑟瑟的 看了正在接吻的林云和韩雨漆 忽然没有任何的害羞和不好意思 还震撼在这天空的云层当中 好在林云飞的并不是很快 不向来的时候 速度就像流星一般 这回去的时候 她只是慢慢悠悠的往回飞 将近半个小时了 柳若霜才调整了过来 腿上有了点力气 看着下面模糊却浩瀚的海面和白云 柳若霜毫无来由的生出一种 自己是仙女的感觉了 如果自己可以飞就好了 忽然有一种感觉再也压制不住 她转过头 看看正在接吻的林云说道 我有事要问你 你等会儿再忙 听到柳若霜的话 韩雨漆才反应过来 若霜还在这里急忙和林云分开 脸上一片红霞 林云却无所谓 只是笑着看看韩雨漆说道 咱们回去继续 什么事 林云转过头 看看近在咫尺的柳若霜 信说 这柳若霜也算是一个美女了 要是她不贪图养心丸的事情 也不会被绑架了 不过 这种事情 自己以后一定要小心 自己的产品可不是这些 万一还有不开眼的家伙 因为自己的产品 对自己的亲人下手 那就绝对不能姑息了 我想 我想问你是仙人吗 你放心 我不会将这些事情说出去的 林云点点头 和柳若霜在一起 也快两个月了 对柳若霜的这点人品 还是相信的 我不是仙人 我只是一个想努力成为仙人的普通人 你要问会飞的事情 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我也是才学会不久 听完林云的话 柳若霜心头一阵阵的火热 脱口而出说道 那你是不是也可以教我飞呢 柳若霜不是那种喜欢随便就求别人的女孩 但是 这独自在天上飞翔 实在让他太过向往和震撼了 居然不顾心持的求了出来 这估计不行 一个就是这种事情在这里太过害人 我不想弄得人尽皆知 所以要求你保密 还有就是 这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学的 有的人没有天分 就是再聪明也学不会的 林云理解柳若霜的心情 但是这东西不是见人就教的 这是需要灵根的 与其有灵根 柳若霜却不一定有 音乐观之所以只有十三个人 林云知道 肯定也和灵根有关 虽然他们学的不是真正的修正功法 但就是擦颠也需要灵根的 况且就是柳若霜有灵根 林云也不会去教他来修真的 一个没有资源 第二个和他也毫无关系 听完林云的话 柳若霜眼里闪过一阵的黯然 他知道自己刚才的话实在是太过唐突了 居然冒冒失失的求林云教他这种东西 林云不是一般的人 可是自己都已经沾了他的养心碗两年了 居然还要求他教自己这个 不过现在他明白了 韩雨昕每天修炼的肯定是林云教的 绝对不是什么普通的养生功法 说不定就是林云一样的可以飞翔的法术 这个世界居然真的有这种法术 这简直是疯了 这完全颠覆了自己原来的常识 自己太坐镜观天了 茫茫大千世界当中还不知道有多少自己不了解的事物 难怪他可以研究出那种逆偏的丹丸 这林云怎么学到的 见柳若霜沉默了 林云当然不会说什么 这种东西不是说交就交的 就是柳若霜到时候说出去 云云也不会在乎 他已经是二星修为 雨昕修炼又是这么快 也许他可以将工资全部给了妹妹 自己带着雨昕找一个好的地方 专门修炼 对于以前来说 林云的梦想就是修炼到九星飞升而去 现在林云的梦想就是带着韩雨昕可以回到天宏 然后找到清清 以清清和雨昕的善良应该可以接受对方的 韩雨昕看见了柳若霜沉默 有点于心不忍 连忙说道 若霜你不要着急 也许以后还有别的途径了 再说了 我们今天飞过了就好了 也不一定要每天都飞的 虽然这纯粹是没有任何营养的安慰 但是柳若霜却忽然想到了什么似的 对韩雨昕笑笑说道 我知道了雨昕 谢谢你 韩雨昕愣了一下 但是见柳若霜好像真的没有刚才那么沮丧了 也就放下了心 毕竟两人在一起几个月了 彼此都很熟悉了 虽然林云已经放慢了速度 但还是很快就到了 林云选择在韩雨昕母亲家不远的地方落了下来 林云 我们到燕京了吗 这里怎么不大像 柳若霜见林云已经松开她的腰 四处看了看 却发现这里很是陌生 没有到燕京 这里只是一个小山村 雨昕 我带你去看两个人 林云说着 收了飞圆锥 拉着韩雨昕的手往她母亲家走去 柳若霜紧紧的跟在后面 去看谁啊 哦 对了 我们的衣服和床还在那个小岛上 韩雨昕才想起来自己的东西都没有带回来 那些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拿起来了 林云说着 三人已经来到了韩雨昕母亲的家门口 林云发现门居然是锁着的 老公 这是谁家呀 韩雨昕有点奇怪的看着林云问道 是你母亲家 我找到你妈妈了 她就住在这里面 怎么今天不在家的 林云也很是奇怪 按说韩雨昕的母亲和她的外婆应该不会跑远啊 怎么今天都不在家 你是锐妹子的女婿 一个中年女性的声音打断了林云的话 是啊 阿姨 我岳母和奶奶去哪里了 你知道吗 林云见是上次遇见的那位热心阿姨 连忙问道 哦 你不知道 他们去验京了 锐妹子心急他女儿雨昕 上个星期就带着老人一起过去了 怎么你们 这阿姨说完看了看林云身边的韩雨昕和柳若霜 不过他马上就认出来了韩雨昕是宁瑞的女儿 没想到宁瑞的女儿居然这么漂亮 不过他的女婿也不错 宁瑞和他妈妈找到女儿女婿算是翻身了 本来这一块就属他家最穷了 韩雨昕听说自己的母亲居然还在 还住在这个破烂的小屋里面 眼泪耍得就下来了 身体晃了晃 差点摔倒 林云急忙扶住了韩雨昕 韩雨昕颤抖地抓住林云的胳膊 我妈真的还在 是的 我已经见到了 你妈和外婆身体都很好 你不要担心 我之所以没有说就是怕你担心 现在他们去燕京肯定是去云门集团找你了 我们赶紧回去 林云说完又对这位热心的阿姨说道 谢谢你了阿姨 林云带着韩雨昕和柳若霜来到僻静的地方 林云还没有说话 柳若霜就自动来到林云的身边 让林云搂住 她知道林云要飞回燕京了 因为韩雨昕想急切见到她的母亲 林云也没有心情和柳若霜去开玩笑了 直接踏上飞云锥 往燕京飞去 因为带着韩雨昕和柳若霜 林云不敢飞得太快 但是三十分钟还是已经飞到了燕京上空 林云落下来后 找了个出租车 直接开往了云门大厦 要不我先下吧 出租车经过燕京中医学院的时候 柳若霜先下了车 雨昕你不要着急 你妈妈已经找到我们家了 现在正在和我母亲还有林云说话 林云的神使已经查看到了韩雨昕的母亲来到了家里 又叫出租车司机开到唯一员 韩雨昕只是紧紧的抓住林云的手 没有问林云是怎么知道的 现在她的心情还是急切 车很快就到了唯一员 林云和韩雨昕刚下车 林云就看见了急忙跑过来 拉住韩雨昕的手兴奋的叫道 哥哥 雨昕姐姐 哦 雨昕姐姐 你妈妈过来了 我们先去吧 同时看见哥哥和嫂子 安然无恙的回来 林云心里实在是兴奋不已 正在和何英说话的宁睿 看见韩雨昕走进来 立刻站了起来 自己的女儿虽然这么多年没有看见 但是一见面 那种亲情的感觉让她一下子就认了出来 妈 韩雨昕叫了一声 就无法再说出话来 多少次她只是拿着母亲唯一的那张发黄的照片盯着 看着 多少次看着别的小孩都有妈妈疼爱 想着自己要是也有一个妈妈就好了 没有想到 现在自己的妈妈就在眼前 女儿 多少次以为自己的这个女儿早已不在了 多少次想起自己这唯一的女儿 觉得自己对不起她 宁睿也没有想到 二十多年后自己还可以再次的见到自己的女儿 母女两人抱头痛哭 雨昕 见面是高兴的日子 大家都应该高兴才对 和英见母女俩有点伤心 连忙劝道 对 应该高兴 雨昕 让妈看看 妈对不住你 这么多年 当你一个人在那家人家里受苦 来 我带你上去看看外婆 宁睿乍一见到自己的女儿 心情激荡下 居然忘了和林云打个招呼的事情 林云 你也和我一起上去看看外婆吧 韩雨昕想起了林云 妈 你和雨昕先上去看外婆 我一会儿再上来 林云知道 他们母女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见面 肯定有很多的话要说 那好 韩雨昕擦擦眼睛 和母亲一起上楼去了 看着韩雨昕和母亲已经上楼 和英也擦擦眼睛 心说了 这宁睿和自己的命运还真相 好在自己生了个儿子 还没有被赶出林家 这宁睿只是抱养了一对双胞胎 就被怀疑 甚至赶出了韩家 韩家的人实在是太狠心了 本集的播放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有蜘蛛 小梦 我讲的都市艺能小说 顽固风 下载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3w.西瓜听书.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行